離住家 各位換杯洗澡水 整天不知道幹什麼吃的 我兒子這就回來了 飯做了嘛 看著你就就來起 大小姐 您的试炼期已经结束 不中我回家了 再过段时间吧 您难道还要在那个家里待着吗 我听说您在您婆婆那儿的日子 也不是很好过呀 我和我老公是真心相爱的 这件事情你不要再提了 大小姐 既然您不愿意回去 老爷也吩咐了 您的银行卡也能解冻我 您家随时供货您的评讯 二赞 你是跟那个扫把星老婆亲呢 还是给我这个生你养你的亲妈亲呀 妈 你又想干什么 有什么话你直说 哎呀 我真是白咬你这个儿子 你看看人家娶的儿媳妇 帮婆婆买车买衣服买首饰 再看看你娶这媳妇 什么都不能干不说 还花钱帮到老 哎呀 耽误你不说 还耽误我被别人瞧不起 哎呀妈 咱们家住在城区里 出门就有公交车 为什么要买车呢 还有啊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带有色的眼睛 去看桌下 她是我娶这门的媳妇 就应该躺在家里花我的钱 哎 哎呀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险霉 这天天都是些什么人呀 老的老的在外面瞎鬼混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听我的 不容易吗啊 气死我了真是 走开 我看见你就烦 妈 你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我给你清醒清醒 隔壁王阿姨的儿媳妇 给他买了辆车 你看看你 天天在家里闲着什么都不干 可惜了我儿子的大好青春 掉死在你这棵外国的树上 初遥 你怎么了 妈 你又做什么药呢 我做药啊 你看看你娶的这个好媳妇 天天在家里闲着什么都不干 白吃白喝的工程 连个蛋都不下 我说他两句怎么着了 妈 你你这是说两句的事吗 你赶紧回房间找个毛巾菜子 一会招两感冒就不好了 我真是白仰你这个儿子了 天天向着媳妇不向着妈 你还有没有良心呀啊 我看这个家是要干了呀 妈 我不求你能接受初夏 但凡你对初夏不这么苛刻 咱当成这样吧 老婆 对不起啊 我妈估计是被王阿姨给刺激到了 我替我妈先招起来 没事的老公 妈的心情我也能理解 刚才妈说要买车的事 你觉得呢 我们这几年咱们钱也购买了 就带过车了 正好 这几天市集中心那块有一个车展 我们明天就去看 而且我从来自排 那么要把车展现 这不是我高的时候大班长啊 张富贵 沈强 还真是你们呀 你们也来看车 这也太巧了 这么多年不见 您还是一如既往的 一如既往的途遍 你这穿的什么呀 我这身衣服怎么了 我觉得挺好的呀 挺好的 我们家狗都不穿 你怎么也是我们当初的学霸 家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呀 哟 这是谁呀 这是我老婆林初夏 嗯 听说过 远近为民的废物家庭总部呗 你们什么意思 你就别抓了高老 同学群都传开了 你娶了个废物老婆 在家有所好闲 什么也不干 我记得你家里条件一般呀 再养这么个废物 品吃力吧 是啊 不像我老婆 现在是林氏集团非公司的总经理 这次车上的吴总 还得看我老婆的眼色形式呢 还经常请我们家吃饭呢 哎老公 你一定要 你是林氏集团的人 呦 你也知道林氏集团 羡慕吧 改天我带你去公司转一转 得给你长长见识 不用了 谢谢 女人呀 还是得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要不然在佛家的日子不好过吧 我知道你现在背话复杂了 但也不用这么狗眼看人爹了 什么 我狗眼看人爹啊 也不看见你们自己什么样子 这样他们穿着可是临时机场开的 光明一跳起就两万一脚 其实你们这种阿旺阿狗可以进的 知道怕了吧 知道怕了就赶紧滚 别连累我们跟你一起丢人 不就是一张门票吗 我们不用钱也能进 什么 我没听错吧 在我面前吹牛 也不怕风大把舌头闪了 行啊老公 别跟他俩废话了 咱俩先进去吧 我希望能够在车展里看到你 不然明天全世界都知道 你和你的老公 只是一对会吹牛的废物 我们走 老婆 你刚刚为什么那么说呀 这下咱怎么办 老公 你就放心吧 我有办法 喂 喂 陈管家 林家在市纪中心搞的这场车展 给我送两张门票 好 老公 好了 我们进去吧 我们怎么进去 我们没有门票 哎呀 你就听我的吧 你放心好了 我们一定可以进去的 走 啊 进 你好请出示门票 我们没有门票 没有门票你们来看车展 你们是来找事的吧 出示个屁门票 这可是我们的贵客 无所 这 这什么的 这可是我们的贵客 不不不不 林洋姐 高先生是吗 陈老已经跟我说过了 让我来接你们 我们走VIP通道 这边是普通人走的 和你们身份不匹配 来 我们这一看 老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哦 我一个朋友是临时的高管 我找了找关系 林洋姐 啊对对对 高管的朋友就是我朋友 林洋姐这边请 笑死我了 可不是吗 他们以为是探视场 谁来都能来 对呀 老婆 你看那边的怎么弄多保镖呀 啊 那个是专门设立的VIP通道 从那里进来的人非富即贵 都是大老级的人物了 那咱们可得好好巴唧巴唧 万一能拍上哪个高枝 咱们家就发达了 对对对 哎 那不是高朗和他那个最无老红啊 什么啊你别开玩笑了 他俩怎么可能 我操真是他俩啊 林洋姐表先生 我就放到这了 今天吃点事挺多的 我就先去忙了 好你去忙吧 你们怎么从贵宾通道进来了 我们怎么就不能从贵宾通道进来了 行了老婆你就多余问 他们两个肯定是趁着人多汇进来的呗 你说是就是 老婆你看这辆车帅吗 帅有什么用啊 你能买得起吗 嗯 何必多此一问呢 是啊 这车恐怕你也就在电视里能见过吧 这可是限量款的车 这可是限量款的车 明码标价八百万 对了老公 你之前不就是一直想要这款车吗 是啊 我们这次车展专门为这辆车而来 不过 不过都将比我们的预算超出了一百万 不过这一百万对于我老婆来说小菜一滴 哎呀老公 七百万我都给你了 跟合合那区区一百万吗 放心吧 一百万而已 我十天就转回来了 老婆你真是太好了 而且我打听过了 国内的限车就这一台了 外完了就得等明年了 怎么样高朗 我让你先试驾一下 不必了 我还是再看看其他的吧 你喜欢这辆车 就看看这辆车呗 不用了老婆 我不喜欢这个车 我说高朗 你也太好面子了吧 我都说了 让你替我试驾一下 可不是吗 你啊 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坐上这个车了 机会千载难 逢呀 要不这样吧 二老 选一辆你喜欢的 我送给你 看在这么多年的同学的份上 我们家一年挣好几千万 送给你一辆车 小菜一碟 你怎么这么爽呀 放心吧 我了解高朗 他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事实啊 怎么样高朗 还不赶快谢谢我 真的吗 你们这么大方啊 那我就先谢谢你们了啊 我们就不客气了 便宜不占我妈蛋 也对啊 高朗 你不会要买这辆车吧 你别太过分了啊 这车可是要八百万呢 你不是很有钱的吗 一年赚好几千万呢 这辆车对你而言 不就是眨眼的事啊 你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废物家庭主妇说话了 高朗 你也不管过你老婆吗 对 你也别太过分了 我说送 说送你们这么贵的呢吗 我老婆说的没错呀 买不起就别吹牛啊 你早说让我们挑便宜的 我们也不挑了呀 便宜的我们自己也买得起 用得着你们呀 我 我不是送不起 只是你们太过分了 我就是开个玩笑 他们竟然要八百万的车 有你们这样的吗 对呀 你们是想一天想疯了吧 自己家的球买不起 你惦记起我们家的锦 你去把这台车钥匙拿过来 送给高总 吴总 他怎么来了 吴总 你怎么来了 高先生 你看上哪辆车了 看上哪一辆 直接开走就是 一辆不够呀 你就多选几辆 不用了 吴总 别让吴总破费了 吴总 你们公司的审情也在这呢 你不赶紧打个招呼 审情什么人啊 我们公司有这号人吗 吴总 你该不会记错了吧 他还说 你得靠他的眼色形式呢 高先生 我实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个什么审情啊 我真的不知道 最近审情出现了一些 打着我名号的人在照样撞骗 你可得小心了 千万别被骗了 听到了吗 老同学 咱们可得小心点 千万别被骗了 啊 你 我回去让人好好查查 这个叫沈晴的 竟然敢拿我的名头 再照样撞骗 老婆 怎么办呀 你刚被提拔上来 闭嘴吧 都怪你 吴总 我就是沈晴 临时分工夫的总经理 我 我不是拿着你的名头 照样撞骗 我不过是想在 我 吹牛 拿我的名头 吹牛 哈哈 没人告诉你 我最恨的是什么吗 吴总 这事是我不对 我向您道歉 不过这件事 都是我老公说的 他想在同学面前炫耀 张张面子 张福顾 快跟乌总道歉 哎呀 沈晴 你还嫌我不够丢人 你非让我在高老面前 把脸都堵尽了 你才愿意吗 丢人 这话是你说出口的 现在只让你道歉 你还有不乐意的 吴总 实在抱歉 我也是炫耀 他这样说的 跟我们家沈晴啊 没有关系 炫耀 男众脸充胖的 只会跟在你老婆后面 吃晚饭的小白脸 你也配提我的名字 吴总 我们以后肯定不这样了 我回家好好教育教育他 实在抱歉 以后吹牛 记得找好对象 今天这事就换了 以后再有下次 你应该知道我的手段 老同学 以后这牛逼 还是少吹一点为妙 您看看你 为了希望要这一下 差一点把你老婆的工作 都给搞丢了 高朗 就算我们家沈晴 不认识吴总 也总比你那废物老婆 强一万倍吧 可我们家初夏 从来不会胡乱 图一些责任 更不会让别人 替他出面 道歉担责任 就这一点 比你们家沈晴 好一万倍 那他也得有这个本事呀 天天窝在家里 当家庭主妇 有什么责任 需要承担的 你 行了 别吵了 老公 你喜欢这辆车吗 喜欢的话 就让吴总送给你啊 你吹什么牛逼呢 真以为吴总过来 刚才给你客套一下 就要送你一辆限量款的豪车啊 就是啊 家庭主妇就是无知 人家开车展不需要挣钱的吗 八百万的车 说送给你就送给你了 也是啊 八百万的车 让别人送 是不好行 自己也知道 家庭主妇 一点人情事故都不懂 还不如找个工作 当个外买员 也比现在强啊 老公 你喜欢这辆车的话 我买下来送给你就好了 什么 我的天哪 这家庭主妇竟然要买一辆百万豪车 你听着哪个吹吧 如果他今天能够在这里买他这辆车 我就从这里爬出去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对 是我说的 要是你今天买不下来 你就要跪下来 跟我叫一声爸爸 怎么样 敢不敢 好啊 这有什么不敢的 老公 老公 你就放心吧 你好 你好 我想买你们店里限量版能跑车刷卡 你 你要买我们店里最贵的辆车 小姐 你要是来买车的话 我们欢迎 你要来闹事的话 请你离开 我不是来闹事的 刷卡 全款的 不是 就你这张破卡里还有八百万 你是来闹事的吗你 哎呀 你管他卡里有没有钱 他让你刷你就刷呗 好 反正刷不出来 尴尬的也是他 好 我现在去刷卡 如果这个卡里没有八百万 你就等着吧你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哟 如果买不起的话 可是要跪下叫爸爸的 那你们也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 不好意思 小姐 是我刚刚倒在过中 恭喜你出为我们对面的跑车刹主 这是你的车钥匙 您现在开始直接开走 什么意思啊 刷出来了 全款 小姐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超赶的秩序行不行 你们俩在这跟我演戏呢 就他能全款买得了这辆车啊 什么 真买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喜欢的 我当然要送给你啊 高老 你行呀 这么多年不见 你心机了很多呀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不是你提前把钱给你这个废物老婆 他哪来的钱买车 而且还买的这么好的车 你肯定是羽毛好的 让我成熟是不是 是啊 高老 都是老同学 居然和我们玩这种套路 让我们丢脸 你脸上很有光吗 你们也知道都是老同学呢 你们三分五次讽刺我老婆是废物 就是应该的吗 哼 我有钱 我是光明磊落的花 不像有些人 打肿脸冲胖子 自己什么家庭小样大家都清楚 还买那么贵的车 穷 打肿脸冲胖子 你笑什么 你该不会还要说八百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 指不定是从哪借的钱买的这台车 这不是打肿脸冲胖子是什么 是啊老婆 这八百万从哪来的呀 啊 是我 原来老家有两套房子 差迁下来的差迁款 好家伙 原来是差迁款啊 是啊 一个爆发货 不还是什么也没有吗 之前我们没钱 你们说我们是穷人 现在我们有钱了 你们又说钱什么都不是 那你们呢 你们又有什么呀 哼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权呀 我可是临时分公司的副总裁 当今这个社会 钱和权你少哪一样 你都是个垃圾 好是 还敢在我们面前骗药 什么玩意啊 那你信不信 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们一无所有 我呸 一个拆迁户土大款 还想让我一无所有 你算哪能冲啊 你 好啊 那你们就走着敲 喂 现在立马给我开出临时分公司副总裁 把他带来选择 又 演的挺像呀 表演班培训出身的吧 不过老娘可不吃这一套 盛强啊 你说什么呢 吴总 这人在这装逼呢 我教训他一下 闭嘴吧盛强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为什么呀吴总啊 我我多痛了什么啊 得罪了林小姐 你还有脸为你哪里做的不好 别啊 吴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知道错了 是啊 吴总 你把我们家神经开除了 我们家就没有收入来远了呀 我管你们有没有收入 你去工作把工作结下赶紧滚 别呀 吴总 吴总 先去忙吧 哎 去 林初夏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还能是谁啊 我是你口中的废物土富 土大款呀 我说过 不让你一无所有 你怎么就是不信 你 不是老婆 我们还是走吧 你这个怂逼 你怕什么呀 他用的把我怎么样 大不了于死我破 不是老婆 这么多是看着呢 行那要不走吧 这就想走呀 我记得某人刚才不是说过 如果我把那辆车买了 就爬着出去吗 林初夏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男子汉大丈夫 你底位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啊 看什么呢 赶紧的 看什么呢 那小姐 这是人家车钥匙 请您拿好 老公 你的车 老婆 这怎么有点不真实呢 你到底是怎么把神情开除了呀 这有什么不真实的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一个朋友呀 就在临时桌高管 我就是给他打的电话 啊 这样啊 哎呀 别想这么多了 咱们开着咱们的新车 回家吧 老公 阿姨你去哪 我出去随便溜溜 哎 阿姨 你看那个车 真帅 啊 一看就很值钱 是啊 之前没在小区见过呀 是的是的 这是谁家的呀 啊 高老 我家的 哎呀 小豆不跟你说了 我回家了 啊 好好好 哎呀 阿姨 你摆车了 这样吗 哎 你先回家 我去停车 咱们回家再说 好好 快去快去 哎呀 哎 阿姨 哎 您的车哪来的 很贵吧 是不是哪个富婆 妈 你还真说对了 还真是一个小富婆给我买的呢 真的呀 哎呀 我儿子可出息了 这会终于可以听爸的话了 好好说 是哪个富婆呀 是初夏呀 初夏给我买的 您初夏 他能给你买那车 你当妈老糊涂了 那个车一看就不便宜 他一个家庭祝福 那钱没车 是这样的吗 我老家有两套房子拆迁了 是分下来的拆迁款 真的 那多少钱 嗯 也就一千多万吗 一千多万 哎呦 那不发了 怎么发了 哎呀妈 你想什么呢 那是初夏自己的钱 你别想动啊 嘿 你也这话说的 初夏的钱 它不就是你的钱吗 你的钱 他不就是咱家的钱吗 嗯 我告诉你 林初夏 这一千多万 必须上交 在我们家白车白河那么久 也该回报我们了 妈 初夏不是给我买了一辆车吗 一辆车就完事了 你怎么那么容易满足啊 哎 可是一千多万呀 不能放在这个费用身上 这钱啊 我说了算 就你放在我身上 妈 那是初夏的钱 我们谁都没有权力动 你就不要胡搅蛮缠了 你 你还是我要死吗 翻车了 李初夏 你这怎么办 妈 你先别生气 这钱我 初夏 还行了行了 先由你保拐的吧 下午啊 去高铁店 把小李过一下回来 什么 高李要来 妈 你怎么不提前跟我们打招呼呀 是啊妈 这小李来 咱们家房间也不够睡的呀 怎么着 小李要来 来咱家还得提前给你们俩报备呀 再说了 怎么叫不够睡呀 你让小李和高朗在一起住 你去下发不就行了吗 不 这也不方便呀 有什么不方便的啊 这也不方便呀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不方便的 你天天在家里闲着 有这个朝餐吧 让你睡沙发就不错了 行了 不跟你说废话了 下午呀 把小李过接回来 下午我陪你去 陪什么陪呀 接个人还兴师动众的 那自己去 没事的老公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下午就安心去上班吧 好吧 那下午你开车去 换点了 别动 好 好 高磊 我哥呢 我妈呢 他们怎么没亲自来接我 呦 亲大领导 还得一大家子来接你呢 高朗他工作忙 你妈呀在家给你做饭呢 所以就我来了 他高朗官不大 架子倒是先端起来了 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是还不少 我妈也是 怎么随随便便就找个人来接我 看来是真没把我放心上 林初夏 你怎么来了 你不会让我给你一块挤地铁回去吧 哪能啊 我家刚买了辆车 我开车过来的 买车 就我哥那条件还能买车 不会是什么小破车吧 我跟你说 我可不坐那小破车回去 我这谁名牌 可别吊我价 不是 是那辆 什么 这是我哥买车 他不会为了装逼租的吧 不是的 这真是我们买的车 上车吧 我哥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你这算把星也不会开车 车要是给我吧 我来看 那这 这什么车 这是我哥买的车 你这算把星别再把车开坏了 你知道回去的路吗 我不知道我不会导航吗 车又不是你买的 这是我哥买的 再说要不是我哥 你能开车这么好的车 真好 这真是好车 你今天要不来接我 你能开到这么好的车 你应该感谢我 你知道吗 来 给我拍两辆照片 快点 你能开到这么好的车 行了吗 看看 你这拍的什么呀 你个土豹子 我也不知道我哥看上哪里啊 怎么会娶了你 这怎么回事啊 这这车底盘太低了 都愿意 我倒车你不会下来帮我开了点吗 这车要是坏了 休息的话你跑去什么 我可妈可以给我来 都愿意 你要是不让我开这事情 能发展到现在这样吗 不是你自己非要开的吗 那你不会拒绝我吗 行了行了 我不跟你废话了 我哥这个点快下班了 你先去接我哥 我先上楼看我妈 回头我再找你算账 行 那我先去接高了啊 妈 老板回来了 快接我 老板快坐 妈 你说我那大嫂也太毛手毛脚了吗 她怎么了 那楼下那宝马是我哥的吗 是啊 你说说他 有钱也不能这么厚厚吧 这么好的事让他给刮了 这修理费里不少钱啊 怎么 车给刮了 那可不 我这大嫂一看就毛手毛脚 这么多年了一点长的东西 更不得您说的是扫心 哎呀这个废物 你说开个豪车 他就没上天了 是啊嘛 你说说 他一看就是农村出来 你以后可不能让他开家里任何车 他这样呢 去骑个电动三轮车就行 你放心 你大嫂家有拆迁团 这个车他不修也得修 拆迁团 那你不少钱了吗 是不少 这里你也要回来 不能让他留着 哎呀 我是想要回来 可是你大哥不让啊 非说这个钱是你大嫂的 他不让我管呀 妈 你听我大哥的干嘛 我大哥他也是个傻子 你说说 这么多钱不能放在一个女人呢 是 你放心 这回我回来了 我给你要 但是啊 你回头得资助 哎 放心吧 儿子 这钱要来 也是给你花呀 什么 我弟这么毛手毛脚的 挂的严重吗 碰掉了一块气啊 回头找人休息就好了 哎 我回去好好说说 那挂的不严重 咱们自己收 我这家的气息就好了 你怎么回事啊 啊 开那么好的车还笨出笨脚的 这下好了吧 挂花了吧 挂花了 这下车是 别说了 就让你去接下小弟 哎 哎你看这么点小事 你就变成这个造型呀 你说说你 你还有点用呢 把车上水给我 妈 这可是初夏买的车 他买的车怎么了 他买的车就可以随意召见了 真是 有点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好了 有点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好了 既然你不爱戏车 那你也就别开车了 把车上水给我 妈 你说这车我哥平常上边也不开 你要不给我开吗 也行 谢谢妈 这车就归你了 好嘞 可这车给你大哥买的呀 我大哥都没说话 你跟少本心插什么嘴 暂时我说错了吗 我大哥上边挤挤地铁就行了 用的着开这么好 就是 小李好不容易来一趟 不就一辆车呀 那么小气啊 这事啊 我说了算 这车啊 就给你弟弟开 你们一点吧 那你以后开车小心点 别再挂着蹭了 你以为我是你那扫不信息 你你什么你 赶紧收拾桌子吃饭 哈哈 叔叔啊 那个拆钱款 你打算怎么用啊 啊先担起来吧 万一以后有个急用呢 那可不行 这个钱呀 得充分利用起来 要不这样吧 给小李买趟房子 结婚时间 我的钱为什么要给他买房子 嫂子 你这话说了我就不用你了 什么叫你的钱 你嫁到我们家来 那就是我们家的钱 我以后结婚 你不会想让我和我媳妇睡大街吧 就是啊 林初夏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啊 这些年我们家对你不错呀 哎 你给他买套房子 你就不乐意了啊 妈 我没有不愿意 那房子买了 写谁的名字呀 当然写小李的呀 难不成 小李的房子还写你的名字呀 我吃不饭了一下哈 你这个钱买完车之后 差不多还能再买两套房子 给小李买套房子 再给我买套房子 这样我老了也有股胀 妈 现在说话怎么越来越过分啊 过分 妈说的可一点都不过分 哥 不是我说你啊 你这个当儿子的啊 怎么胳膊中往外拐 妈想要套房子就过分 我看你是想等到妈老了以后 把她送到养老院吧 我什么时候说 要把妈送到养老院了 我看你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是要把妈送到养老院 反正今天这房子 林初夏不买也得给我买 凭什么 凭你有钱啊 你这么有钱 给你小叔子买套房子 还这么推荡主持的 有你这么当大嫂子吗 就是啊 我们家小李结婚 要是没套房子 那还不得被别人笑话似啊 可是妈 高朗现在的房子还是自己买的 贷款都还没还完呢 这钱不是先用来还贷款吗 贷款慢慢还就行了 我哥上班他又不是还不上 再说了 我哥当初结婚的时候 你们家可是一毛不毛 现在为你要他房子都这么麻烦 永远这么当大嫂子 小蕾你说什么呢 是啊小蕾 他可是你嫂子 哎说的不对吗 你弟弟现在没工作 你们当大哥大嫂子 结局一下怎么了 我还真是第一次看见 有人把自己都无能 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他妈的说谁无能呢 就是啊 你看你这扫把心 还敢当兵子上脸呢 爸 好好的一顿饭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哥你快管管你这好媳妇吧 你看都把妈气成什么样了 可想而知 我不在家 妈里受多少气啊 就是啊高郎 你看看你起的好媳妇 啊 现在就敢对我 大胡小叫 阴阳怪气了 这个家是不是容不下我了 你们俩是不是打算把我送进养老院呀 妈 我不是那个意思 闭嘴 别说话 我不想听你说话 反正这房子 你买也得买 不买也得买 我给小李对象家已经决好了 我们明天两家人就一起吃饭 人家那条件比你可强多了 等小李结了婚啊 你们想让我在这待 我还不待呢 啊 妈 这个我结婚以后你要跟我一块住啊 这不合适吗 那怎么了 等林初夏给咱买了房子 那房子就是咱的了 有什么不合适的 妈 初夏还没答应给你买房子吗 哥 这么点小事还用他答应了 我看你这一家之子的地位也不行了 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可是一点也不看好 是你死缠来打废物去的 要不然他能进咱家门吗 就是啊 当初你要不娶这个废物媳妇 找个富家女娶了 咱家不早就飞黄头拿了吗 妈 初夏是我老婆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怎么 我说实话也有错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不会想让我明天见人家女方的时候 连套房子都拿不出来吧 你是我这个脸王大哥 对呀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我要是连套房子都拿不出来 人家女方那边得怎么笑话咱们呀 可是那也是 行了吗 都别说了 这房子 我给小蕾买还不行吗 真的 这就对了吗 早答应 那还有这么多事呀 是吧 就是早答应不就行 我看你啊 就是想引发我们家的家庭矛盾 来 小蕾给你吃块肉 我呀 还是专门精心给你做的 谢谢妈 嫂子 你今晚就睡沙发吧 我和我哥一块睡 还有这些脏衣服 你帮我一块洗了 我明天你看 可是这衣服今天晚上洗 明天也干不了呀 干不了你不会拿吹风机给我吹啊 可这都躲晚了 小蕾 怎么了 妈 我就让嫂子帮我洗两件衣服 她就在那推三组四的 哎 李住下 你怎么回事呀 平时在家里闲着没事 让你洗两件衣服怎么着呢 不是呀妈 老弟这个衣服他明天就要穿 我现在洗 那怎么着了 你手动给水干不就行了吗 哪那么多事呢 对 不能用吹风机 再影响我和我妈晚上休息 明天相亲出了证 你能负到其责任吗 这 这什么证 抓紧时间去洗 儿子来睡觉吃 好 儿子你好没好啊 抓紧出来 别让人家女方家长等酒了 好了吧 走吧 哎 哎 你穿成这样干什么 你不会也想跟着我们出去吧 哦 今天小蕾兼家长 我这个当嫂子的理应不能缺席吧 不是 我说到我要带你去了吗 你去只会给我们家丢脸 老老实在家呆着吧你 不是妈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不让初夏跟着去了 带着他出去丢脸吗 哼 我有这么一个废物儿媳妇 人家能照看我吗 在家打扫为什么 就是 对方要是知道我有这么个大嫂 我以后还怎么谈得起头 你就在家打扫微车 本职工作 没有 没事的老公 妈说的对 我去了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你们去吧 我就在家里 把家里大嫂出一遍 行啊 没想到你的扫把情还挺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参加我的宴席 行了 没必要跟他废话 阿子咱们走 好 去吧 这家饭店可真气派啊 行了 你就少说两句吧 咱们家姑娘就得这么气派 再说了 咱姑娘又不是真的跟他儿子结婚 到时候拿了抬礼钱咱们就跑 咱姑娘这么好 能便宜了他们家 对了吗 赶抬礼钱咱们怎么要啊 你不是说他们家条件还行吗 那咱们就往多了要 把点必须是三十万 其他的看情况就往上下 对 这彩礼钱啊 咱可不能少掉了 我们最起码要从他们家整出五十万 可以 对了 到时候要彩礼钱的时候 你们俩都别说话啊 看我眼色行事 亲家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等会儿我们先自罚一杯 你看您这说的什么话 我们也是刚来的 服务员上菜 哎 亲家 你们没点酒吗 啊 这 这不是想等着你们来了再点吗 那好 服务员 先来三瓶毛腿 不够再点 三瓶毛腿 怎么了亲家 不够 那 那再加几瓶 不用了 嗯 啊 就先三瓶吧 够喝 够喝 哎 亲家 你看 咱们给我直本主题吧 啊 这俩孩子啊 也是情投意合的 对不对 哎 是是是 哎呀 这 我们家呀 这以后结婚的 我们家的房子也有了 这车啊 我们家也有 是啊 你看我刚买了新车 哎 你看 哇 这可是宝马啊 很贵吧 怎么都没跟我说啊 小钱小钱 我这不想着咱们快结婚了吗 给你一个惊喜 哈哈 没想到咱们家小林这么有出息 这白马都看上了 哈哈 这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吧 哎 既然我家姑娘这么有出息 那我也就放心了 哈哈 啊 我再给大家报个喜 我们家姑娘 有了 啊 真的假的呀 哎呦 这不是喜上加喜吗 可不是嘛 哎呀 咱们可就要当奶奶姥姥了 是不是呀 哎 哎 哎 姐姐 啊 你看 这俩孩子就要结婚了 哎 我家姑娘的彩礼钱 你打算怎么给啊 彩礼钱 哎呦 您看 你这俩孩子感情那么好了 哎 我看 就一死一死得了 您说呢 亲家 怎么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 是不想给个彩礼钱呀 哎呦 怎么会呢 哎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 亲家 那 这彩礼钱 您看 多少合适啊 呃 你看哈 我也不是奶为你妹 我家姑娘这孩子都有了 这小礼呢 也开上白马了 这个彩礼钱嘛 我要一百万 你过费吗 一 一百万 哎 这一百万 确实有点多了呀 你看 这谁家的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我们这又买车 又买房的 这彩礼 少点 啊 拿不出来啊 你们家都开上宝马了 这一百万都拿不出来 哎 你说 你是不是吹牛的啊 你这车是不是租来的 妈 你说什么呢 小蕾怎么会是那种爱吹牛的人呢 是的 对对对 是啊 亲家 您就是误会我了 我们家那车 怎么可能是租的呢 对啊 老婆呢 你看这 再有钱 他手头也有紧的时候啊 哎 呃 我们别在意啊 哎 我的老婆呢 就是这幸福 你看 这样吧 我们家呢 是嫁女儿 也不是卖女儿 你就先给五十万了 啊 这五十万对你们土豪家 来说 也是很清楚的吧 对对对 你看大妹了 都是我这个嘴 没有法门的 哈哈哈哈 五十万五十万你看 应该没学吧 那肯定的啊 阿姨看着气质 就是扩胎了 这五十万 肯定也就是他 打几圈麻将的钱 这 叔叔阿姨 我这一年的薪费 也就才三十万 您一张口就是五十万 是不是有点 太贪心了 不是 刚才我弟兄贵了 这位是 这 这是我大儿子 大儿子 哦 我之前咋听过 我听说 你们家大儿子 娶的媳妇 可不怎么样啊 什么 看见你弟弟 找了我们家 这么好的姑娘 你眼红了是吧 对啊 你怎么能拿 我们家小蕾 跟你自己比啊 我们家小蕾 宝马可都开上了 就你这工资 还是十年都买不上吧 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再说了 那两次 哥 你羡慕我也不用这样吧 再说了 我娶的媳妇就是比嫂子好 你看你那阴阳怪气的样子 就是自己娶了个废物媳妇 就在这酸别人 哪有这样的 可不吗 我大嫂进家这么久了 肚子都没个动静 我大哥只真是羡慕 我娶了个这么好的媳妇 你们怎么说话呢 再说了 你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行了哥了 闭嘴 哎呀不是亲家 这我就听不懂了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我们家姑娘 不值这五十万吗 哎不是 那那你就是在这给我摆框 你根本拿不出五十万 哎呀 怎么会呢 这 我给 五十万 我给 哇 你说什么 坐下 哎呀亲家 你可真是大方呀 这五十万 说给就给 你可真是个富婆呀 亲家 你放心 我要的彩礼 也是为了我们家姑娘 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有个保障 对不对 哎啊 哈哈哈哈 理解 理解 妈 您还哪里的钱给人的 难道你还得打出家的 出家都给你出厂自己 哎呀我知道了 你别说话 你想让人看我笑吗 妈 伯母 你们先聊着 我去上个厕所啊 啊 来亲家 咱们喝一杯 好 醉了亲家 这彩礼钱什么时候给我们呀 哎 兄弟 你怎么了 你怎么打我 你怎么打我 我呸 你也不看看你儿子干了什么好事 在厕所调戏我媳妇 我不仅打他老子急了连你一块打 我调戏他怎么了 他这样那么笑 你一定让人调戏的吗 哎 哎 你跟他妈还说 老子这女人穿什么关你什么事 干嘛 你快来看看你爹 都打成这样了你算两句话呀 是啊大哥 你们干嘛被打成什么样子 你可不能带我 我告诉你们 今天这事必须把解决了 大哥 那你想怎么解决 你是他大哥 今天这事只能用钱解决 你们要拿不出五十万 这五十万 这五十万 是不是有点恶人了 五十万 一分不得手 拿不出钱 等着给你帝收尸吧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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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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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哥 我就知道你还有钱 谢谢你啊 哎呦 这叫什么事啊 高脸你怎么这样 背着我在那边调戏别的女人 亲家 你就说这事该怎么办吗 啊 教官他没这么急了 是啊 你看你们家儿子这个样子 我们怎么能放心 把女儿嫁给你们呢 这回事啊 我看就先搁这吧 这 这事吧 确实是我儿子不对 怎么了 不行办法 妈 这是我能有什么办法 咱家什么条件你又不是不清楚 拿出五十万已经是男上加男了 我看就听伯父伯母的吧 先搁这吧 那怎么行啊 我们家女儿做的 可以有你们高家的孩子了 那阿姨 您这边什么意思呢 五十万不行了 必须一百万 你们家儿子出去扎发扎口 让我们怎么能放心啊 一百万 一百万怎么了 你们家儿子这个样子 我们还愿意把姑娘嫁给你们 你们就偷个饿了 要不是姑娘还了你们家的骨肉 你以为我们愿意啊 就是啊 高磊这样以后那个结婚了更不老实 我们要这一百万 你是为了万一以后离婚了不保障啊 怎么 买到你们家 不想要这个孩子不偷 不是啊亲家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怎能不要这个孩子呢 怎么 那你说这事怎么办 我的所有积蓄都给了刚才那伙人 这一百万打死我也没有了 哎呀 儿子 这出下手里肯定有钱 要不 你让他先拿出一百万 解决在当下的人为之中 妈 怎么还想着给彩利钱 这家人说明就是振活大姐 你说谁趁活大姐呢 就是 要不是因为这孩子 谁愿意跟你们家结亲呢 还趁活大姐呢 哥 你赶快想办法给我弄钱嘛 这钱我拿不出来 哥 我可是你亲弟弟啊 你不会忍心看着我没媳妇吧 就是呀高老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妈 你就别纵容老弟了 他这个样子都是被你捕坏了 什么叫我被麻块坏了 大哥 我知道你记住 娶了个媳妇也比达更好 可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吧 行了行了行了 我不想去你们家这些破事 也不想知道 这灰还没那么结了 亲家您就放心吧 这事啊 绝对解决的脱脱荡荡的 高老 抓紧让出现拿那一百万 这婚呀必须解 是啊 这么大一手伙子 连一百万你都拿不出来 这还想娶我的女儿 怎么会呢 一百万肯定是有的 够了啊快拿钱 老同学啊 你看你这能不能给借我一百万 喂 哎 小李啊 你这有钱吗 你借我周转一下 那个 妈 你说我嫂子愿意拿这一百万吗 不愿意也得拿 哦 这钱还是再回家凑一凑 现在初夏也拿不出来 这么 我再给你们一天的时间 彩礼钱要现金一百万 一份也不能少 要不然休想娶我们的女儿 我 好好好我们呀肯定拿得出来啊 哎呦妈 你快想想你那弟弟一百万可怎么整啊 老公 刚才妈说那一百万怎么回事 我弟对象那边 给我们家有一百万的猜 什么一百万 竟然这么湿的大开口 那妈对象那边 那妈对象那边 你怎么打算给他们吗 没办法呀 不要女方那边有了我们家的孩子 啊 今天我弟他惹了一群热霸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积蓄 拿出来了事了 现在哪哪还能拿出一百万呀 老子你出来 妈有事跟你说 你还想干什么呀 你弟这一百万的事 你可一定得拿出来 你要不拿这一百万 你弟上哪娶媳妇呀 就是啊哥 你在帮老弟一个忙呢 妈 你能不能不要闹 咱家有多少钱你不清楚 我上帮老弟一个忙的 我上帮老弟一个忙的 那妈还能干一百万呀 我不管 今天这一百万 你不拿也得拿 再说了 你那媳妇不还有拆钱款吗 大不了 这房子买小一点 余一百万给你递不就行了 那不行 双百一百万的房子那里差多少啊 这房子吹一个走都不行 这感情不是你自己的钱 你说的这么轻松 妈 你看我刚才怎么跟我说话的 就是 行了高朗 就算是林初夏给你弟买完房子 这肯定还剩钱啊 大不了 我那套房子我不要了 便宜他了 妈 你刚才对初夏那个态度 他还能答应跟我弟买房子 已经很好了 你怎么还能打剩下钱的主意呢 哎 那你就忍心 让我的孙子添乱在外吗 你怎么那么狠心啊 就是啊哥 你媳妇生不出来孩子 还想让我孩子有家可观 我想办法吧 还是我儿子好 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累死了 哎 怎么样了老公 出去啊 我想给你借点钱 一百万 好 我借给你啊 真的 真的 我知道 妈一直瞧不上我 我借给你啊 我借给你啊 我也想证明给他看 老婆 你真好 你放心 这钱我不会白变你的 我给你打千条 让我挣了钱 我一定还你 你傻不傻呀 说什么借不借的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对吧 老婆 你真好 亲家 他们去取权了 一会就回来 别着急啊 不着急 不着急 喂 李初夏 你取没取到钱呀 人家亲家在这等着呢 取到了取到了 这就回去了 马上就来了啊 好好 不着急 哎呀 真是一百万呢 哈哈哈 亲家 我就知道你没家 我踏着两个钱 哈哈哈 这下午姑娘家到你没家 我就放心了 哈哈哈 这才拿到哪呀 哈哈哈 那好 那我们先回去了 这两天就让他们去领志 哎 哎 好 亲家 哎 我们走了啊 好好好 哎呀 妈 老弟和他女朋友 连结婚证都没有影呢 你就把钱给人家了 你不怕让人家给骗了呀 你懂什么呀 我们家小李看人准 不会被骗的 哪像高老呀 不会看着人 妈 这件事情我出钱出力解决了 你怎么还对我这样 行了行了 别给我要功 妈 我女朋友电话打不通联系不上了 啊 怎么回事 哎 那三厘钱我可是都给他们了呀 他们不会捡钱跑路了吧 不會的 哎 不会的 小李你知不知道他家在哪 咱去他家找去 我知道不知道 那现在就走吧快 哎 妈就这家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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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这么敲门你想到其他人不知道 哎 你知不知道这家人去哪了 他们欠我的钱 不见了人 他们家呀一早就搬走了 这家人看了就不像好人 你们怎么还借钱给他们啊 妈 妈 你说他们家不会是绝钱毛路了吧 是 这可怎么办呀 正正一百万呢 大家回家 孟美大哥该怎么办 哎 妈 妈 你们去哪了怎么才回来 是啊妈 赶紧洗手吃饭嘛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咱们家被欠了你知不知道 什么 被骗了谁呀 你老弟那个女朋友 咱们给了他一百万的彩礼钱 现在人找不到了 什么 一百万就让他们家这么给骗了 哎 妈 我就说这家人不靠 你非要给他们钱 我哪知道呀 他说有咱们家孩子了 我就想到他也不可能跑呀 你们看见他的怀孕报告了吗 再说了 老弟还没跟他领证呢 行了 你个扫把兴 你快闭嘴吧 要是你不拿出这一百万 我们还能被骗 老弟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 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吗 行了行了 别带着说疯来话了 这一百万到底怎么办 你们别急了 这一百万我去要回来 要回来 人都跑了 你往哪要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妈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了 行了 数了七我来了 等你到我这年龄 还不一定有我聪明呢 你要是能解决呀 这个家以后会你管 喂陈管家 我这边对别人骗了一百万 你看看能不能帮我追回来 什么 竟然还有人敢欠大小姐您的钱 你等着 我立马动用手套 全部的势力给您全力追回 竹下 对不起啊 我妈他们不是个感恩 还怕你这钱一样 没关系 我有一个朋友是做附加侦探的 我找他帮我们把钱遮回来 靠谱啊 嗯 相信我用不了多久 这都多久了 早就跑出国了 妈 我已经找人了 马上就来 哎呀 您小姐 您要的人扶个鱼带的 哎呀 你个臭菜的 你毁了那一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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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这都是我找的演员 他根本就没有回孕 你个死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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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妈 这一百万先进已经拿回来了 他们呀 是惯犯 像这种诈骗行为啊 可不是第一次了 我已经报警了 谢谢你啊 陈管家 林小姐 如果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哎 那人是谁呀 这是之前的那一百万 刚才那人啊 是我的朋友 是一个私家侦探 多亏了他 找了找关系 还把那些骗子找回来 哎呀 找回来了 哎呀 真好 真的假的 妈找回来了 哎 真好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找到的 这么多钱啊 啊 我找了一些关系 才能把他们给找到 你早说了 你早说你能找到 还把我和妈弄得这么焦头烂额的 就是 哎 行了行了 谁会记得你说过的屁话 那这钱 我这钱拿着了 你给我放着 你闯了这么大货 还想拿这笔钱啊 妈 你看哥 不过 你刚说的也没错 这钱啊 确实也不该你的 妈 你怎么想 那没房子 高雷 你老大不小了 也该独立了 不是那什么事都要朝家里要吧 你这婚也不结了 我看这房子 我看这房子也没必要买了 为什么 咱们这些都说好的呀 小蕾 你哥说的也没错呀 我又不欠你呢 你每天一口一个放个心叫着 我为什么要给你买房子 还要拿了车钥匙 都拿过来 妈 你看 你快看到哥和嫂子 你看他们俩都把我欺负成什么样了 这 这事啊 确实是你不对 你把车钥匙给你干吧 妈 你也太偏心了吧 哥 你的就是我的 这车给我开几天怎么了 这车我做主了 对我 哎 你要欺负我啊妈呀 老公 你怎么了老公 快快锁医 你正常卡上的余额不足 这 您能不能通融一下呀 你当着的菜市场啊 医院是你能讲价的吗 没钱就不要来医院 赶紧收拾饿回家等死去吧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呀 我说的有错吗 没钱就不要来医院啊 是啊 就是啊 没钱在这排什么队 林初夏 你个扫把星 我们家高朗要是有三长两短 我跟你妹妹 妈 高朗他只是心当了老王病犯了 你别叫我妈 我不是你妈 自从你嫁进我们家 我们家就没到一天好日子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现在还得租别的地方 都是你个扫把星害的 回头呀 我一定让我儿子跟你离婚 阿姨 我们别惯这个扫把星了 赶紧去看看高朗哥哥吧 对对对 还是雅婷想得周到 这大家闺秀啊 就是不一样 也不知道我那傻儿子 怎么看上他了 丢进我们家的脸 吴雅婷 你来这干什么 我来这干什么 还轮不到你这个废物说话 林初夏 你连给自己老公看病的钱都没有 我要是你呀 早就找个柱子一头撞死算了 魏雅婷 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过分呢 我看过分的是你吧 不好好在家呆点 当家庭主妇 出来丢人现眼 我们家雅婷说的一点都没错 你呀就不如找个柱子一头撞死 就是 雅婷 咱不打理他 咱去看高老去 走走 哎呀 高老哥哥 你好些了吗 不雅婷 你怎么来了 人家雅婷啊 一听说你生病了 就赶紧放下手里的工作来看你了 哎呀 雅婷这姑娘不错 妈很中业 要不等你出院以后 就跟那林初夏 离婚了吧 妈 我是不会和初夏离婚的 就死了这就行吧 哎呀 你说我就不知道这个 扫把星给你灌了什么离婚汤 让你这么死心塌地的 儿子呀 你以前非要和那个黄脸婆结婚 麻眉拦住你 但现在呀 你必须给她离婚 因为你现在的条件 在什么样的找不着呀 再说了 这眼前不就一个吗 你给雅婷呀 是青梅竹马 人家呀 又是做大生意的 俗话说的好 肥水不留外人天 你说是吧雅婷 是啊阿姨 我从小就想有你这么个妈 你瞧你瞧 你看这雅婷这小嘴甜的 不比那个天天惹我生气的 黎初夏强多了 要是再拖上几年呀 等你被那个 扫把心老婆拖垮了 妈也帮不了你了呀 妈 不管你说什么 我是不会和初夏离婚的 嘿 去 就别想了 哎呀 这样吧阿姨 你们母子俩先聊 嗯我出去走走啊 好 你行 呦 林初夏 你还没被车撞死呢 郭雅婷 我林初夏还轮不到你来嘲笑我 嘴巴还挺硬 可惜呀嘴硬不能当饭吃 林初夏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给我跪下道歉 不然高朗的病我可就不救了 要我给你下跪你做梦 林初夏你这个废物 除了下午下跪之外 你能搞到三十万 十年了 同位向家族妥协过 为的就是摆脱金钱与权利 如今 我只能证明自己 喂陈管家 来圣河医院的天台见我 陈管家你你来了 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我好过去接你啊 我又不是过来找你的走开 这不是江北市首富家的陈管家吗 来咱们医院干什么呀 还没有大事要发烧 好吗 大小姐 您可算是愿意见我了 你这车队挺气派的呀 小姐 这些家产家业 都是老爷和您的呀 我只不过是带为保管而已 我这一接到您的短信 就马上赶过来了 您这算是想要打算继承家业了吗 这诗人皆如此 我又何必装清高呢 大小姐 您长大了 老爷要知道了 一定会很高兴的 大小姐您在这签个字吧 真是辛苦你了啊 陈管家 都是老婆应该做的 大小姐 大小姐 从今天以后 首付林家 所有的产业 都是您的了 账户里的所有钱 你都可以自由支配 您快点去给您老公治病吧 哼 花钱治病 我这钱虽然多 也不能乱花呀 尤其是这家狗眼看人地的医院 我是一分钱都不会给他的 大小姐 那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先去找王院长谈一谈 让他免费给高朗做手术 剩下的可就拜托你了 好的 小小姐 雷叔夏 你这个废物想好了没有 究竟是向我下跪呢 还是看着高朗哥哥的病情继续恶化下去 那女的她家里没钱 居然被别人逼得下跪 要是我的话 我都没有脸活下去了 就是在千年万年穷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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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让我给你下跪 没都没有 高朗的医药费不用你操心 我们家的事也不用你关心 你说什么 李主持人 李主持人 你疯了 你敢这么跟雅婷说话 丢人现眼的东西 你今天要不跟雅婷跪下 我跟你没完 怎么了 怎么那么吵啊 人家雅婷好心好意给咱们加出医药费 你这个穷媳妇不但不感谢还给人家吵吵 咱们家的脸呀都让他给丢光了 不是这样的老公 他们逼迫我给魏雅婷下跪 三十万的医药费啊 够了吗 你能不能收敛一下你的脾气 在家妻妇出下也就算了 在医院这样有公务场合 你还是不给他面子 让自己儿媳妇给外人下跪 你真又何尝不是在丢自己家的脸 你真是翅膀硬了哈 为了这么个穷媳妇 竟然这么给我说话 你还把我这个妈当妈妈 妈 你嫌弃出下没有钱 你何曾想过 他嫁到我们家 你有给他超过一个月200块钱的零花钱吗 老公 你别动气 妈 是不是我找人治好了高朗的病 你就愿意接受我了 就你 没钱怎么治病啊 人家医院的医生是有益得的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院长 让他们免费给高朗做手术 哼 医德 免费 如今这个社会 没有钱 谁会给你免费治疗呀 林初夏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林初夏你个扫把星 你要是再敢闯晃 我跟你没完 哎 阿姨 林初夏他脑子进水了 就游他去吧 一会儿就灰头土脸的回来了 你看你个好媳妇 你不 居然一想天开免费治疗 哼 等他回来 立马给他离婚 这事 谁说的不好使 妈 初夏也是好心 他嫁进来这么久 你没看到他的付出吗 付出 就他 一个家庭主妇能有什么付出啊 好呀 这不配进咱家 哼 哎阿姨 算了算了 高朗哥哥还生着病呢 来阿姨你坐消消气 哎呀还是呀挺好 你谁呀 王院长 我丈夫呢患有新脏病多年了 我希望 咱们医院能够给他免费做手术 免费做手术 你不是在做梦吧 这里可是医院 这里不是福利院 如果你没有钱的话 趁早赶快滚出我的医院 王院长 这治病救人是每个医生的天使 如果每个医生都跟你们医院似的 那医院跟银行又有什么区别呢 再说了 如果你不免费给我老公做手术 我希望你不要后悔 后悔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吗 这么好骗 如果你现在不给我滚的话 后悔的恐怕是你 王院长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王院长 你找我 把他给我轰出去 王院长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要 就你这穷三样还给我机会 今天我要不教训教训你啊 你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给我打 李小姐 李小姐 我是盛河集团的董事长张立 我今天开始就跟着林小姐 希望林小姐多多提拔啊 张立 我倒是想照顾你啊 但是你们盛河集团医院的人 想揍我呀 正何解 有人揍林小姐 林小姐 您稍等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王启涛 哈 巧了 你们依然想揍我的人就叫王启涛 废物 林小姐你等着 我马上给了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家伙 你做戏都做到这份上了 一口一个张力 拿我们董事长来一家伙 你怎么不说董事长是你二舅呢 等着我接个电话再收拾你 王启涛 你对林小姐做了什么 张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林小姐 林小姐就是我们临时集团的新老板 王启涛你竟然敢对林小姐众说 你做此可不要拉我下水啊 我现在马上就要赶往江北市奉行行队 至于这个院长的位置 就注重退回上前吧 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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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 打完电话了 现在还想要保安做我吗 哎 林小姐 只会有眼不是太善狗眼看成低 你发发慈悲 就原谅我吧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你不中用啊 林小姐 你大神有大量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林小姐我上有老下有小 求你网开一面 放过我吧 让我饶了你也行 回答我一个问题 林小姐 别说一个问题 就一百个问题 一千个问题都没问题啊 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是谁 您是神 您是盛河集团的董事长 是救护救贷的活泡 要做他 哎 林小姐 别打啊 林小姐 别打我知道错了 林小姐 别打 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 想好了再说 你是谁 你是我们贵河集团的神啊 继续 林小姐 您是谁 您是神一般堆棍的人啊 继续 哎 林小姐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不 你不是董事长 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您是为了给丈夫看病 想要医院免费给你丈夫看病的普通人 好 王启涛 我希望你今天能把答案记住 烂在心里 我不希望任何其他人知道我的真实声 林小姐你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办 还有 刚刚我交钱的时候 你们医院里有个小护士 看不起我 嘲讽我穷 这事该怎么算呀 懂了懂了林小姐 这一天说过来说谁指办 是不想给我混了吗 竟然看不起我的林小姐 立马给她给我开除了 好 好 园长刚才那个轻轻 我也是被逼的 赶紧吧 赶紧吧赶紧吧 林初夏 你出去找医院长给我儿子免费做手术 结合我呢 阿姨 你抢她那副穷团样 就知道一定没有成功 这可是医院 谁会听她一个穷逼的话 你怎么知道我没成功呢 你怎么知道我没成功呢 这还要问吗 你一个废物 哪来的面子能说服王院长呀 这可是医院 你还真以为是童话故事呢 那我要是成功了呢 你要是成功了 我就把那盆花吃了 但是林初夏 如果你没有说服王院长 给肛朗哥哥做手术 你就跪下来给我道歉 为言为定 哎快看 王院长怎么来到我们普通闭房了 而且她脸怎么了 是不是给别人探了呀 是啊 还有她身后那几位心脏内科 心脏外科的医生都有 这么大阵长 到底要来找什么呀 林小姐 我找了几位国内最先进的心脏专家 将对你的丈夫进行了一个 合理的会训 当然会出一套最合理的手术方案 当然了 这一切的费用将由我们医院来承担 也太小心吧 那就辛苦你们了 王院长真的吗 真的免费给我儿子做手术 是啊 林小姐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我 让我意识到 我是一名医生 救病治人才是我的天职 而不是单人为了挣钱 所以啊 我找了这几位最有名的专家 专门为林小姐的照顾治病 林初夏 你这个废物 你真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 给高老免费治病 这可是几十万 你一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 魏雅婷 你不会说话就闭嘴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龌龊 你说什么 还有 魏雅婷 做人要讲究诚信 既然王院长已经答应给高老免费做手术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把那盆花给吃了呀 我也不为难你 这样吧 你把花吃了 花盆 你就别吃了 你 怎么 吃吗 对啊 林小姐说的对啊 做人要有诚信 既然你打赌输了 你今天就得履行承诺 把这盆花吃下去 王院长 我爸可是魏东海 魏氏集团的董事长 魏氏集团董事长 干我屁事啊 魏小姐 今天你要是不履行承诺 你休想组织医院半步 这就对了嘛 这才像个人的一样 行 林叔夏 咱们走着瞧 哎杨天 杨天 杨天 做的还不错吧 王院长 这是点小意思 是什么呢 妈 我去趟洗手间 你收到了 是 那你儿子 你也肯定会全力救治他 哎好谢谢 哎 高拉 真是太好了 你要是有三长两短 妈也不活了 看什么看 找你给我儿子买吃的去 好的妈 我这就去 哼 林叔夏 我跟你说 这次看在你救我儿子分上 我就不给你提你给我儿子离婚的事了 以后啊 你要是再给我带来什么灾祸 我对你不客气 妈 你这是说什么呢 你要是再这样说 你就回家吧 哎 你看你这孩子 我说他两句怎么了 你要是不把他娶进家 你至于沦落到心脏病 干了都没钱治吗 他呀 就是一个造把心 妈 你还说 我娶初夏从来没有后悔过 再说了 咱这个家 也不能指望初夏养啊 你呀 我说你什么好 你还处着干嘛 还不赶紧去买饭去 你想饿死我们俩啊 好 我这就去 马上去 哎 妈呢 刚接了个电话 三居一要打麻将去了 老公 大夫说了 你刚读完手术啊 只能吃点流食 先喝点水 来 我自己来吧 哎我来吧 你刚读完手术 就不要乱动了 我妈那人她就那样 别看她一般见识 看你说的 我怎么能和我婆婆生气呢 我妈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 她就是让我想让我娶个富家小姐 能让她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 再加上亲戚朋友们都过得比她好 所以她才会那样对你呢 老公 我知道 妈因为我从事业金钱上帮不到你而嫌弃我 这都是正常的 再说了 我怎么可能因为妈说我两句就跟她生气啊 老婆 虽然我这次动手术咱没有花钱 但是咱家 也没有啥积蓄了 不过你放心 等我出院以后 我会更加努力挣钱的 老公 我不是很在乎你有钱没钱的 只要呀 我们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妈能接受我就好了 老婆 去到你我真是三生有限了 儿子 你这出院后就得立马回去上班呢 是啊妈 要不然我怎么挣钱去给你打麻将呀 你这话说的 李住相 你就忍心 你老公做完手术就去上班吗 那你说怎么办呀妈 我看你呀 就别在家闲着了 我们家也没有钱 天天养着你这个不上班的家庭主妇 你抓紧找个班上得了 妈 初夏在家也不是天天闲着没事干呀 那你出去天天打麻将 那家里的不都是初夏在打理吗 再说了 这男人挣钱养家 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怎么就天经地义了 哎 你刘姨家的儿子 娶了个有钱的媳妇 天天是吃香的喝辣的 还天天闲着没事 每天呀还带个大战券炫耀 你怎么就娶了这么个心 真是扫把心 妈 你别说了 你呀 整天就知道替你那个废物老婆说话 我觉得 那个雅婷小姑娘我是真的挺喜欢 你呀 就给人家除除呗 行了吧 你再说我真生气了啊 你 哎 赶紧收拾收拾收拾完回家 这次的春季新品开售 但是呢我们的预算只有十万块 你们谁 去跟生产商那边谈一谈 十万也太少了 根本不可能 都说什么呢 让你们干点事就在这说说说 进来 啊高朗你休假回来了呀 是的李总 李总啊 我看这事 你交给高朗去谈 对对对 最近啊刚休假回来 正好熟灵没有其他事情 你去啊最合适了 李总啊 我看这事 你交给高朗去谈 对对对 最近啊刚休假回来 正好熟灵没有其他事情 你去啊最合适了 对对对对 好那就高朗去谈吧 啊李总 我不知道是什么业务呀 行了行了别说了 这个业务就交给你了 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回头成名你跟他说说 好高朗啊 这可是个至关重要的项目 你刚休假回来 你可别偷懒啊 你一定要谈下来 我一定不会偷懒的 而且我一定也谈得下来 高朗啊 这可是你说的 要是办不到怎么办 那要是我办到了怎么办呢 要是办到了 我给你端茶倒水 喊你一声朗盒 要是你办不到 立刻滚出公司 高朗 你是不是疯了 你要是被赶出了公司 我们家以后怎么生活 哎呀 但是如果我完成了任务 我就可以升职加薪 咱们家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你想的简单 他们都完成不了的任务 你凭什么完成啊 妈 高朗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家好呀 你怎么就不相信他呢 李初夏 你不要在这里站着说话不腰疼 要不是你嫁到我们家 我们高朗一表人才 肯定能娶个富家女 是你毁了我们家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 妈 这事跟初夏没关系 你吵他喊什么呀 你 疯了疯了啊 都反了天了 李初夏 我儿子要是失业了 我跟你没完 妈 这事我会自己想办法 你就别说了 不让你费心了 初夏我们走 哎 这事你打算怎么办呀 还不知道呢 走一步看一步 老公 老公 你就放心好了 这事我帮你 傻瓜 这事你怎么帮我呀 你就好好在家打理好家庭 工作上的难题我自己会解决的 嗯 其实 你们生产商的老板啊 是我老同学 啊 你就放心去我陪你一起 啊 喂 雅婷 阿姨 再求你帮我一件事吧 哎 你们知道吗 那个高朗 竟然带着他那个废物老婆去谈判 真是蠢 我们都不敢接这活 他居然敢接 陈苗 你这刀用的实在是高啊 他要是被赶走了 那这公司的资产 都是我们的了 哈哈哈 这次 把那个半小时清走很不容易啊 那就提前祝我们哥这个 发大财了 哈哈哈 你就放心吧老公 我早就跟我同学打过招呼了 你快进去吧 快去吧 去吧 喂 把合同交给高朗 你好先生 我是来谈新物料生产那个项目的 你好高先生 我们老板已经安排好 合同已经你好 你看过后没问题 我们就可以签合同了 可是我们的项目资金只有10万啊 这个没有问题的高先生 按照老板的吩咐 我们可以签合同了 可以给贵公司免费生产全检的所有产品 免费 秦先生 没开玩笑吧 高先生还有哪里不满意吗 啊 没有没有没有 啊 祝我们合同一块 哎好嘞好嘞 老公 怎么样老公签了吗 你这合同都签了 怎么还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啊 就是觉得顺利的有点不太真实 这成名还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我的笑话呢 不过啊 恐怕他这次要失望喽 老婆这次多亏了你了 要是没有你 我这次就完蛋了 不过老公啊 这件事情除了你以外 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为什么 嗯 以后你就知道了 咱们走吧 走 高朗这次死定了 谈不下合作 一会咱们想个办法支持他 没错 这次必须把它拿下 赶出一次 哎 李总您来了 来来 快点坐吧 高朗 你谈不下合作 就滚住公司 你没有忘记吧 我要是谈下来了 你给我钻茶道学 你也没有忘记 当然没有忘记 不过 这有什么意义呢 你合同没谈下来 我说过什么 这重要吗 李总 合同已经谈下来了 也已经签好了 在这里 您过目 高朗合同签下来了呀 嗯 高朗啊 你随随便便签个合同 扑弄一动呢 我看你 连生产商的老板的面 都没见到吧 不错 我确实没有见到生产商的老总 哥哥 你居然敢弄个假合同 来骗我们大家 没想到啊 你就算为了保住工作 也不能这样欺骗我们大家 合同的真假 不是你们说了算的 我确实没有见到生产商的老总 但是 我假导负责于我们公司 对接的秦先生 这个合同里面就是他的亲女先生 这个合同里面就是他的亲女先生 我不是想 更不会把你一种帮傻 伪造合同这件事情 你觉得 我会去叫吗 高朗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你凭什么能做的 这份合同 真的是你和我们的生产商 秦亮先生签呢 他们真的肯给我们免费生产全年的产品 是的李总千真万确 免费 这怎么可能 你别骗大家了 我明天邀请了秦先生来我们公司 是真是假 到时候不就知道了 好好好 高朗你这次干的真是漂亮啊 李总 你再仔细看看合同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我刚才全部都仔细看过了 没有问题 哈 高朗 你的运气真是好啊 你说过的话 还记得吧 高朗啊 你这次只不过是运气好 我去我也能办到 你还真不会想让我给你端茶倒水吧 就是 高朗你别太过分了 真以为自己可以站在成名的头上 这次啊 你只不过是运气好 要是我去 我也行 对啊高朗 你以为只是运气好而已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大家以后还要一起共事呢 这事明明是成名挑起来了 现在怎么又是我的不对了 今天我要是合同签不下来 成名要我把我赶出公司 你们还会站出来说话吗 愿赌服输 朗哥 好了成名 李总 我先回去了 明天还有一些事情跟秦亮要谈 好吧 我们就散会吧 这次算下运气好 妈的 扫扫扫 整天就知道哪个扫不扫地 我们这个家也是没了 就赖你个扫把心 妈 高朗还没回来呢 你怎么就知道这事成不了 你 二三怎么样 妈 你就放心吧 没有人可以把你儿子赶出公司 你 你真打合作弹成了 嗯 哎呀 儿子你做到了呀 哎呀 是的 谈下来了 而且啊 对方还答应免费给我们公司生产一年的产品 哎呀 太好了 哎 我得立马打电话给雅婷好好谢谢她 多亏了雅婷啊 妈 这这关雅婷什么事啊 哎呀 你是不知道 昨天呀 我让雅婷帮忙 让她帮帮你 这事啊 肯定是雅婷办的 她呀 真是咱们家的福西 妈 这事不是雅婷帮我们的 是 免费生产前年的产品啊 肯定是人家看在雅婷的面子上 不然还会是谁 你这个富有媳妇吗 这谁还真是 妈 没准是高朗凭借自己的实力办到的呢 嘿 你的家庭主妇你懂什么 哎 你不会是因为雅婷帮助了高朗 你眼红了吧 我告诉你 行了妈 别说了 今天晚上负责人生产商秦先生 就我们全家人吃饭 快去收拾收拾吧 哎呀那好啊 正好呀 叫上雅婷 我们前家人呀 向这两位表示感谢 不好意思啊老婆 妈就这样 没事啊老公 只要最终的结果是好的就行 谢谢你老婆 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谢啊 你也赶紧去收拾收拾吧走 哎哎哎高小你好 你好 哎呃林啊高夫人啊 快往里走哎 清先生啊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呀 这是我们家没有用的家庭主妇 他怎么能做主位呢 这 是该您坐在主位 我坐在旁边就好了 林主下你给我出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什么叫你坐旁边就好了 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吗 胡闹怎么跟林小姐说话的 林小姐 秦先生 你有所不知啊 他呀 就是我们家一个没用的家庭废物 行了妈 坐哪都一样 别在外面前丢自己家里 赶紧坐吧 哎 对对对 秦先生让您见笑了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这次我们家高朗合作能谈成啊 要多感谢秦先生 当然也多亏了雅婷 是吧秦先生 雅婷 怎么回事 我爸不是说半个秒吗 难道他肚肚帮我办了 哎呀 秦先生 秦先生 这个的合作多谢你了 这个的合作多谢你了 我先干为敬 哎呀 果然是明文小姐 这气度呀 就是不一样 这位是 啊 卫士的千金小姐 魏雅婷你不认识啊 卫士千金 啊 秦先生 你不认识我也很正常 这个事呢 是我爸出面解决的 我爸叫魏东海 魏东海 魏东海 这事 难道一般人认识 做好事通通明 啊 这个认识 魏老板吧 好 这个认识 这事 难道一般人认识 费用 高封门 我也敬你一杯 以后的生意多多照顾 秦先生 你这是在干什么啊 你你竟然敬林叔夏那个废物 什么 你今天说林小姐是废物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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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您这是第一次听到别人叫你林小姐吧 心里得意的很吧 不过秦先生 这事你确实闹了一个大污儿 您见了这位呀 就是个啥也不是个家庭主妇 就是就是 秦先生 他呀 就是个扫把星 今天能把他带过来 就是他三生有幸吗 您这也太过了 啊 秦先生 您不动怒啊 雅婷快劝劝 劝劝 是啊秦先生 你为这么个人生气啊 不值得 再说了 今天这顿饭的主角 是你和我还有高老 你见他干什么 对呀 应该是林初夏敬您 怎么是您敬他呢 真是放肆 放肆 秦先生 我尊称你一生秦先生 你不要不知好歹 我爸可是魏东海 哼 就你爸 你爷爷来了 也不配跟我和林小姐这么说话 这 妈 这事真的是 好了 秦先生 今天这事我确实该敬您 多亏您帮了我老公这个大马 啊 对对对 哎呀多谢一下 先生 你说这什么话 折仇小的了 哎哎呀 哎呀秦先生 你敬的真不对呀 他就是我们家最没用的扫把星 行吧妈你就别闹 啊秦先生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看这好好的一顿饭 行行好了好了没事坐了啊 林初夏 您跟着我们吃上这么一顿饭 你心里一定愣开花了吧 我快多吃一点 这样的菜系 恐怕你吃完了这一顿 这一辈子你再也吃不到了吧 确实 对了 魏小姐我知道你家大业大 请你不要像经理之外一样 随便嘲笑别人 这饭我是吃不下去了 林小姐 不好意思 我先告辞了 哎秦先生 你你 哎你好都为之吧 林初夏 你看你干的好事 把秦先生给气跑了 妈 你能不能不要在屋里启闹了 这不是因为雅婷吗 这关雅婷什么事啊 你就不该带这个败家媳妇来 哎 这样好了 林初夏 你还愣着干嘛 赶紧追出去 给秦先生道歉呀 好啊 哎 你出去啊 没事 我出去一块 喂 陈管家 喂 陈管家 卫视集团 帮我铲除了吧 刚两哥哥 我开了车过来的 送你和阿姨回家吧 好呀好呀 没事 不用了 我刚叫了车 妈 快上车 哎呀 雅婷啊 谢谢你了啊 那我们先回去了 没事 阿姨这都是小事 你快上车吧 快点 喂 爸 你个白家子 在外面得罪谁了 我们家都破产了 还背负了好多的债务 什么 爸我我什么都没做呀 怎么会这样 行了 你快回来收拾行李吧 家里的房子 要被抵押出去了 情谅 一定是情谅 林初夏 都怪林初夏 我一定要让你家破人亡 哎 老四啊 你明天啊 一定跟秦先生好好解释解释 别生气了 不跟你合作了 我知道了妈 哎呀 都愿林初夏 这个城市不足 百事有余的家伙 够了妈 这是根本不怪初夏 怎么不怪他呀 要不是他顶撞了秦先生 这事情能到这地步吗 妈 这个事要是没有初夏 我和秦先生还不一定能签合同的 哎 不都是你和那个 魏亚婷在捣乱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因为林初夏才签的合同 秦先生的老板和初夏是老同学 今天这个事是初夏帮我的 不是魏亚婷 胡说高老 哎 你现在呀 为了帮你这个废物媳妇 你现在都学会撒谎了 你当你老妈傻的 就单单是个老同学 就能帮这么大的忙 哎 现在这社会 没钱没地位 谁会帮你呀 肯定是雅婷 是雅婷帮的忙 哎 我不跟你说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哎 哎呀 真是二大不中流 林初夏 你等着 我早晚让你和我儿子离婚 来电话 喂 雅婷啊 哎呀 今天不好意思呀 闹了点不愉快 明天你有事吗 我呀 想请你和我一起逛街 好啊 阿姨 都是因为你们一家人 好啊 四老太婆 你不是非得想让我 跟你儿子结婚吗 那行 我就让你儿子和我 一起背着照顾 初夏 你出来一下 妈找你有事 怎么了 妈 那个高朗呢 他洗澡呢 你找他有事 没事 我找你有事 明天陪妈去逛街吧 妈想买两件衣服 这么突然啊 哎 就突然想买两件衣服 哦 好呀 妈 正好我也想孝敬孝敬你 给你买两身衣服 好好好 行行行 那你早点睡觉吧 就你还给我买衣服 没的呀 我就让你看和眼皮的差距 阿姨 你看这件衣服多衬衣啊 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是吗 妈 您都叫上雅婷了 还叫我干什么呀 这不是两个人 可以更好的参谋吗 怎么 你还不乐意了 啊 没有 就是啊 就你呢眼光 能看上什么好衣服 就是 来阿姨 你看你这件衣服 穿上以后 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啊 是吗 哈哈哈 哎 哎呀 哎呀 这是您儿媳妇吧 你瞧这小字多甜呀 哎 未来的儿媳 哎呀阿姨 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吗 哎 这不是迟早的事吗 阿姨 你看这件 我们店的镇店之宝 全国可就这一件 哇 那 这岂不是多一无二呀 是啊 价格也很合适 也就三十万出头 啊 一件衣服 三十万 妈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给你买 哼 我没听错吧 黎初线 就你一个穷光蛋 能拿得出三十万 哎 就是呀 想法倒是挺好 你有钱吗 这位小姐 不是我说你 你这身打扮 保安是怎么放你进来的呀 阿姨 他不是你们家的保姆吧 啊 哎 是 要不这样阿姨 我看你这儿媳妇挺孝顺 叫她们你买了呗 这 雅婷你看 啊 哎 这件衣服不错 给我包起来吧 哎 是我先看中了 你这个没长眼的 英子姐 是啊 哎 太巧了 英子姐 你也来买衣服呀 是啊 这不 我儿媳妇带我到美国去移民 走之前啊 我买两件衣服 哎 本来我是不想去的 他非得让我去 你看这事 您要去美国了呀 啊 哎呦 怪就怪我呢 儿媳妇太有出息了 哈哈哈哈 这不 事先我也没有跟你说 我儿媳妇在美国 开了家公司 这家店铺可不便宜嘛 我记得你家挺困难的 就我帮你买两件 送给你 不用 我们家不困难 这衣服呀 我买得起 我跟你说 我可是这家店铺的高级会员 我想着买两件送给你 给你打打折 那既然你不用 那也就算了 这件衣服 给我包起来吧 嗯 可这个衣服 是这位阿姨先看上的呀 那 再另外给我包一件 不好意思阿姨 这件衣服全国可就这一件 这 你买得起吗 要是买不起的话 那就让给我呗 哎呀 咱俩谁和谁啊 哈 你这什么话 我怎么买不起了 呀听 你看 这三十万 对你也就是个小数 这阿姨 我看这件衣服 我看这件衣服也就一般 要不这样 我带你挑几件更好看的 哈哈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了哈 这件衣服就归我了 这件衣服我妈要了 稍卡 嗯 作为是 李初夏 你插什么嘴 你这卡里能有多少钱 笑死我了 阿姨 她有几个钱呀 竟然这么装 等会要是刷出来没钱 我先说明啊 我可不认识她 嘿嘿 这就是你那个废物儿媳啊 呦 这今日一切 也不这么废物啊 这吹牛的技术 还是挺高的呀 哈哈哈哈 是 没钱啊 那让我刷什么卡 没钱就算了 还装逼 阿姨 你今天怎么把她给带出来了 真丢人 李初夏 你给我等着 我下次要带你出来 你就是我妈 那你那么有钱 你怎么不买啊 这 我不是看这件衣服 不太适合阿姨吗 这个颜色 阿姨穿着肯定显老气 有这个钱 还不如买其他几件 更好战的衣服呢 是吧 走 我们去带去阿姨 阿姨 你这未来而其他 可真孝顺 这几件衣服呀 虽然没有那件贵 但是加在一起也上万了呢 哎呀 哎呦 雅婷啊 你说说真是让你破费了呀 嗨 几万块钱那叫钱吗 孝敬长辈啊 比如说花个几万块钱 花个几十万 那都是天经第一的事 哎呀 哎呦 那阿姨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谢谢你啊雅婷 哎 你说 你要是敢在林初夏那个扫把星之前 嫁给高朗多好呀 像你这种又有钱 又懂得孝顺长辈的人 现在还能有几个呀 哎 阿姨 你放心 高朗哥哥被人鬼迷俏了 总在醒的 我愿意等他 哎 你放心 我呀 一定会见到你这边的 啊 到时候呀 我回去给高朗再好好聊聊 我再见见他啊 阿姨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你放心 只要我和高朗的事能成 以后 孝敬你的东西啊 肯定少不了 嗨 你这什么话呀雅婷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是啊阿姨 我也等这么一天呢 李初夏 你看到你和雅婷的差距了吗 雅婷出手这么阔绰 而你呀 根本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你都买不起 就是 我要是你呀 早就找个地洞端进去了 哎 这位小姐是 这是卫视集团的千姬 我未来的儿媳妇 哈哈 那我就提前给你道喜了 哎 小叔 既然那三十万的衣服 他们不要了 那就给我包起来吧 好嘞阿姨 我爱觉得这件啊 比较趁你这独一无二的气质 是吗 嗯 哎 雅婷啊 阿姨也伤着你这衣服了 阿姨 我爸今天忘记带那个不限额度的卡了 要不我改天的给你买 小姐 那件衣服全国可只有这一件呢 改天来也没有了 那还不赶她给我包去 等什么呢 嗯 好好好 等等 我们还没说不要呢 哈哈 你这废我儿媳妇还挺狂啊 行啊 那我今天就不要了 那你们买吧 看你们拿手 林初夏 你还不闭嘴 林初夏 你靠什么买呀 一个月 靠阿姨给的那点生活费 连高老的医药费都不够 买不起 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这位小姐 请不要打扰我们其他顾客购物 谁说我买不起的 刷卡 我说你别给点不要脸啊 拿着破卡糊弄谁呢 你别被我叫保安啊 你 林初夏 我本来想着带着你出来 让你自己认识到你和雅婷的差距 没想到你这么不知好歹 立马给我鬼回家 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我丢什么人现什么眼了 妈 是不是我只要买得起 你就承认我这个儿媳妇了 嘿 你要是买得起 你还在我家当儿媳妇呀 真是 我说你啊 你还不赶快叫你儿子给他离婚 这人哪穷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穷还不知智 哎 哎 林初夏 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多吗 回去我就让儿子跟你离婚 你这样的 休想再当我家的儿媳妇 阿姨 您别生气 你就让他继续演 看他演到什么时候 稍卡 那三十万的衣服啊 我要了 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了啊 不好意思小姐 您的卡好像消瓷了 没法用了 哈哈 幸亏是没瓷呀 要是没有钱 就更丢脸了 保安保安 这人在这捣乱 把他给我轰出去 等等 这卡只是消瓷了不能用 我叫人送现金来 你还在这编呢 保安 以后没钱 少吹牛 那他捣什么乱呢 我真没捣乱 我 你再说一句你没捣乱 我这衣服马上就要卖出去了 你现在这么一闹 人家都不买了 我再重复一遍 这张卡里是真的有钱 我不会赖掉你那区区三十万的 你这人壮男强了还死不亏干 算了 我也不给你浪费时间了 保安 把他给我点出门 不用你干 一会儿不用求着我来 求着你 做什么梦啊 你赶紧给我走啊 别耽误在这做生意 喂 陈管家 立刻把凤仙服装店的老板给我叫来 不是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不给你废话 保安 快点的 把他给我点出去 请问哪位是林小姐 我是 林小姐 真是不好意思啊 您大驾光临啊 我们也没出门阴间 实在是怠慢你的 在这我先给你道个歉 这 怎么回事 难道有人怠慢林小姐吗 李总 我 她 怎么 现在 我能买你们店的镇件质保了吧 嗨林小姐 你看你这话说的 你呀 看上我们店什么啊 都是我们店的福气 这还演上了 林书夏 为了演这出戏 你可真是花了大手笔啊 投资了自己一年的零用钱吧 你放肆 你怎么跟林小姐说话呢 嗨林小姐 不是我说你啊 她给你多少钱呀 你这么尽职尽责 嗨林小姐 她就是一个废物家庭主妇 演戏 你觉得我们在演戏吗 小姐 这位是我们老板 真正的大老板 什么 真的假的 他老板又怎么样 我家可是卫视集团 你这个巧破服装店 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那你连三十万的衣服都买不起 你 卫视集团啊 据我所知 卫视集团好像昨天晚上就破产 你如果是卫视集团的千金的话 今天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逛街呢 破产 雅婷 真的假的 你们家破产了吗 这阿姨 你听我解释 哎呀 你们家真破产了 那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都破产了 还用脸陪我逛街 真是 怪不得连三十万都拿不出来 哎呀 真惊人 你 你这个死老太婆 可真够失利眼的呀 要不是你 我们家能不能为秦隆破产吗 都怪你 并且据我所知 他们不仅仅是破产 还欠了好几千万的外债 怪不得你今天对我献殷勤啊 原来是想嫁给我儿子 让我们家一起赔你赔债务 你这个老太婆 还有脸说 不是你想和我成为一家人的吗 一家人 不就应该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吗 你 滚 你哪个滚 你就等着吧 就你这样的人 一辈子也不可能发财的 你还不赶紧去 把咱家真剑之宝包起来 送给林小姐 是是是是赶紧的 不好意思林小姐 今天确实是我照顾不照 您呀何行不一样 这是您要的衣服 你之前 不是还想让保安保我拈走吗 这还有这事吗 林小姐 对不起我错了 我不知道你还认识我们老板 你还认识我们老板 这个废物 你希望害死我吗 老板对不起对不起 林小姐 您大人有大量 您就原谅我吧 狗眼看人低的视力 李总 你说这人该怎么办呀 我等人一发现 你现在立马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我再不想看到你 立刻马上 啊 好好好 我滚我滚 我滚 我滚 不好意思啊 林小姐 我要为今天的事情跟你道歉 我实在是对不起 没事 以后你们在招聘的时候呀 注意点就行 不要再找这么视力眼的东西 是是是 您教训的是 初夏 你是怎么认识这位老板的 嗯 林小姐是 妈 我和李老板之前认识 我无意间帮助过他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林小姐以前帮助过我 原来是这样啊 我还以为 哎 以为什么 我还因为你是一个隐藏的富二代 闹了半天 你是一个废物家庭主妇啊 你 就是 这个阿姨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我这么说话怎么了 我这么说话不对吗 我跟你说 我可是你们这个店的超级会员 知道他了吧 我儿媳妇可是上市公司的总裁 你一个小老板 你可惹不起哦 嗯 哼 知道他就行 莉莉啊 莉莉啊 把这位阿姨从我们家店铺永久拉黑 以后呀 再也不准他踏进我们店铺半步 你 你去干 我呀 管不着您儿媳妇干什么 但是这家店 还是我说了饭 宝安 把这位阿姨请出去 是 你给我等着 我自己会走 哼 叫你给我撞 林小姐 今天啊实在是多有得的 这样吧 从今以后呀 我们家店里的衣服 您和您婆婆随便挑 这 您拿件 您拿走就是了 好啊 赶紧去挑吧 这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啊 人家都说了 你还不快谢谢人家 不用不用阿姨 别谢别谢 这样是我们应该的 好 那我去挑衣服去 是吧 林小姐 以后呀 我们小姐 可得多两万名呀 你先回去吧 我穿着这几身行头 去陪我老姐们打麻将去 妈 你又去打麻将 妈 你回来了 妈 这两天干什么去了 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哎 这两天有点事 哎 安三 妈 是不是又打牌去了 妈 妈 妈 你少管 把钱给我就行 妈 咱家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哪里还有钱啊 没钱 林初夏 你这么个扫把星 我儿子怎么那么倒霉啊 就娶了你啊 你抓紧跟我儿子把婚离了 让我儿子再娶个富家女 妈 初夏是我老婆 家里没钱不能怪他呀 你能不能别这样说的 你要是再这样说的 我和你断结母子关系 什么 断结关系 就为这个扫把星 妈 高朗他不是这个意思 过屁嘴 用你说话的份吧 够了啊 兴三这条件 什么样的富家女咱找不到啊 你就找这么一个犯把星 一个没用的家伙 这东西是你的 现在归我了 妈 那可是初夏家常的玉啊 老公 算了 没事的 初夏 对不起啊 不就是一块玉吗 就当是送给妈的礼物了 再说了 妈说的也对 是我耽误了你 什么都帮不了你 老婆 你千万别这么说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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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管家 你怎么来了 大小姐 老爷他要不行了 现在邻家群怒无寿 只有你能来挽回邻家的局面啊 陈管家 当年我被赶出邻家的时候 他就没有想过会有今天这个局面吗 现在来请我回去 有点太晚了吧 大小姐 他当时 不支持您和高朗结婚 是不希望您下架呀 陈管家 你先回去吧 我再考虑考虑 那好吧大小姐 如果您做决定了第一时间通知我 好吗 你看什么看 没见过老娘喝酒啊 啊 妈 你是不是又喝多了 林初夏 林初夏 你说你到我们家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就不明白了 我们家高朗 为什么看上你这么个扫把星 自从你进了我们高家 我打他就没赢过钱 妈 这喝多了就别胡说了行不行 你说你会点什么呀啊 你就知道在家里躺着 他就是头猪 他也知道点上进吧 你连头做的不如 口袋里连半毛钱都没有 你害我和我儿子受苦你知道吗啊 妈 我看您是真喝多了 你是不是打牌又输了钱 你 妈 出家再不喝那也是我老婆 我老婆我就让他在家躺着不行吗 倒是你天天出去打牌 好吗你啊 长大了赤膀硬了是吧 忘了我当年怎么一把十一把 你要拉筷子了啊 现在哎 你为了这么一个扫把星 你真的他好真的妈不好了 是不是啊 你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 我看你啊 一天一个儿子叫着 这是你宝贝儿子的吸脚水 给你醒醒酒 你你干 反了啊 你干干几张水泼我 我这乃是泼你啊 我这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 你这喝醉酒了 万一要是磕着了碰着了 我们一家人你多心疼呀 另外 我的那块玉 你是不是给卖了 你少胡说八道 再说了 你那块泡玉 值几个钱 如果真要卖的话 也就值个几百万吧 你别以为我喝多久了啊 你胡我还几百万 一百块钱都没人要 那你卖了多少钱 就二十几 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那是初夏的东西 你怎么能收卖就卖呢 哎呀你给我少少少 他来咱们家这么多年啊 白吃白汗了这么多年 我拿他快泡玉怎么着了 大惊小怪 再说了我就把他卖了 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你老公 没事的 不就是一块玉吗 初夏 那可是价值几百万呢 怎么可以说没事啊 老公 对不起啊 老公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你要是心里不舒服的话 我会都去把它赎回来就行了呀 那可是几百万的玉啊 怎么可能说赎回来就赎回来啊 反正我有办法就是了 真的吗 老婆 跟着我 让你受委屈了 喂 陈管家 我同意回林家 太好了呀 老公 这就安排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您尽管吩咐 给我一些时间 我婆婆家里 还要我处理一些事情 没问题 这么久 老奴都等了 不知道这点时候 还有 我不想 我的事 让他们知道 我这就吩咐下去 您的银河卡已经解放 您有什么需要 尽管刷卡就行了 龙玉萍 你给我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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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这怎么了 妈 妈 他们是谁呀 你是不是又在外面 想什么事了 我 我欠了点钱 妈 你又欠了多少钱啊 你 你 你不多 那是多少钱呀 你倒是说呀妈 对呀妈 你 他们都找上家门了 还不多呀 我 百八十万 百八十万 妈 你管这叫不多 咱们什么家庭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从我喊什么 这个扫把星 我这不是想着 借了点钱 赚了钱 这不好吗 我谁知道都赔里面去了呀 再买点离初夏 最后你进到我们家 我就没顺过 妈 你打牌输 输钱你怎么能够出一下呢 哦对了 你你卖那个玉的钱呢 走 妈 你现在总是越来越过分了 我也不想呀 儿子 我自己在家 我自己在家 赚你给我开门 要不把门给打了 哎 你要干什么 开门呀妈 他们这样一直打门也不是办法呀 你让别的邻居听到了会怎么想咱们呀 不管他们怎么想 反正不能开开门就是个死 妈 你这样一直躲着也不是办法呀 他们高利贷很难缠的 你躲得过初一 也躲不过十五呀 那 那该怎么办呀 妈 初夏说的对 开门吧 咱们跟他们好好谈谈 杜玉平 哎 他妈呀出来换钱 我是杜玉平儿子 你们有什么事冲我说 别吓着我妈和我媳妇 行 你谈谈你妈妈 欠我那两百万怎么还吧 嗯 不是一百万吗 怎么成两百万了 老太太 你是借了一百万 但是我们必须不要钱啊 我能不能来借给你啊 你们放高利贷是犯法的 那是怎么样 犯法你不一样 在我带了吗 妈 你别这样说 这样吧姐姐大哥 你们再宽限我们几天 我们家现在确实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呀 没有 那给我打 哎大哥 您别这样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 呦 刚才没仔细看 屋里还这么劝了名女 别碰我老婆 在你老婆 我想个办法 你让你老婆陪我玩两天 不要利息 走开北京就可以了 你想的美 不同意 那你给我打 哎 别打 妈 初夏 要不你就去吧 一百万呢 什么 妈 你怎么能这样说呀 哎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 初夏是我老婆呀 二子 那可是一百万呢 就出去玩几天 那一百万就没了 再说了 这也是这扫把星唯一能给大家奉献的地方啊 妈 这是你欠下的 凭什么要我帮你还啊 林初夏 我们家供你吃供你喝这么长时间了 你奉献一次怎么了 妈 你说话太过分了 什么过分啊 哎 你吃我们都用我们的 让你出去陪兄弟玩几天又怎么了 妈 你简直不可领语 行了行了 带着我操操活吗 我也不给你磨叽了 带给你们一天时间 如果拿不出两百万 你老婆就归我了 妈 妈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哎呀 儿子 我也不想这样啊 可这一百万得上哪搞啊 哎 儿子 要不 你到公司里去套出二百万 咱先解决一下 妈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这是犯法的呀 哎那怎么办呀 那要还不上钱 在这个家不就完了吗 要不 你就让你媳妇去 哎 娘去哪 是不是想逃跑 买菜 哎 儿子你看 他还有心情买菜呀 他心里就没咱这个家 这可怎么办呀 啊 妈 我现在已经在打电话借钱了 可是还凑不够两百万呀 哎呀哎呀 哎呀 妈头疼 我去房间睡一睡 躺一躺哎呀 这回妈肯定会认可我的 妈呢 妈头先回我房间了 这是什么啊 老婆 老婆 你哪里这么好钱啊 我 我跟我一个朋友借的 我 我怎么都没有听说你有一个 这么酷的朋友啊 啊我之前没跟你说过 你放心吧 等以后有机会了呀 会让你借的 好吧 老婆 这钱算是我给你借的 等我挣钱了 立马就还你 咱们两个说什么借不借的呀 真的太谢谢你了初夏 你真是帮了我家大忙了 要是没有你 我家这个难关 肯定就过不去了 真是太谢对你了 没事的 先把钱还给他们吧 嗯 我现在就打电话 给他们往后 让他们往进去 行啊小伙子 要把外面这么快出去了 等着我去拿钱 哎 你们不是说明天来的吗 怎么现在又来了 什么 你孩子给我打电话让我来的 抓我 怎么回事呀 这里是200万 你点点 哈哈哈 不错 我回去捡你 哎你等会 干什么老太太还要小钱啊 够了妈别再闹了 你先走吧 做事就放过你们了 你不太处现在 把钱捡了 给朋友借的 朋友哎 什么朋友 男的女的 妈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把钱捡上不就行了吗 我那意思 你就再为你朋友多借一点吧 这好这伙儿啊 我肯定能把他引回来 你说哪有赌头天天说 小孩天天闹的 我还就不信了呢 妈 你怎么还想赌啊 这次咱家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 这怎么是我害的呀 是你那媳妇活害的好不好 你要是能娶个富家女 咱家还要受这个罪吗 妈 你以后别再这么说初夏了 怎么的 说还不让说了 正是本来就是 放着那么多好女孩 你不要飞去这么一个祸害 要不是她 我到现在能受这么多苦吗 妈 你怎么 怎么就那么想让我去当小白脸呢 当小白脸怎么了 这个吃软饭要吃的香 也是一种本事呀 总比跟那个扫把心过日子好 妈 出夏不是撒话行 他是咱家的福星 知不知道 今天这个事要是没有出夏 咱家就完了 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哪个朋友一下都能拿出200万吗 他连出夏就能啊 今天这个钱还真就是出夏拿出来的 所以妈 你以后别再说出夏了行不行 高朗呀 你为了过这个媳妇都开始边瞎话糊弄你吗 你以为我老了糊涂了啊 他离出夏怎么可能能拿出这笔钱 怎么能拿出200万 妈 出夏也是跟他朋友借的这个钱还是得还的 就他 他还有这样的朋友 我才不信呢 你爱信不信 儿子呀 你实话跟我说 是不是哪个女富豪看上你了 咱家是不是要发达了 你假之不可理我发现 好好好 就算是他离出夏借的 不过这个钱啊 是他借的 跟咱家可没关系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我怎么样了 我说这话有错吗 他自己借的钱 他自己还 跟咱家有关系吗 行了吗 我不想再你说了 你好总是谁 哎 好女士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我找你们老板 不好意思女士 我们老板不在 暂时由我来负责这家店铺 您有什么需要 可以跟我说 这个东西你们收吗 这个是和田玉 看来你对这块玉 挺熟悉的呀 昨天有位阿姨来这买和田玉 大小跟您这个差不多 您在这等我去找我们老板 您稍等便客 真是抱歉 这位小姐 老板您是来变卖玉佩的吗 请坐请坐 老板 你看看我这块玉 值不值20万 抱歉这位女士 这个玉佩是假的 不值钱 如果说你真要想变卖的话 我给你一块钱 我当然知道它是假的 小姑娘 你是纯性来耍我们的吧 你还真是说对了 我还就是来耍你的 小姑娘 你要是来当东西的 我们欢迎 如果说你是来找茶的 今天你还就出不了这个门 你先别生气嘛 今天我拿个假货过来 是我不对 但是 也是你们坑人在先的吧 你们这好歹也是家老子号的店 我相信 应该不会靠坑门拐骗赚钱的吧 我们做生意 靠的是诚系为本 至于您说的那种坑门拐骗 我们在这是不存在的 昨天 你是不是收到了和这个一模一样的玉佩 那是我婆婆不懂事 拿到你这给卖了 但是 你们却只给了20万 还说不是坑人 这俗话说的好 终于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我也没有强迫谁到我们这里来买卖物品 我们做生意 您愿意卖 我愿意买 至于多少钱 你们能接受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况且 钱已经到你们手了 就不好后悔了吧 没错 说的都对 我今天来 只是想赎回我的那块玉佩 按照市场价格 我以三倍的价格赎回 我婆婆昨天从你这拿了20万 我以60万的价格赎回 我希望 你能把那块玉佩给我 抱歉啊 那块玉佩已经出手了 无法赎回了 那就没法谈了是吧 您愿意吃花生和瓜子 我这就随便给 来 小丁 过来招待一下这位小姐 这位小姐 就不要怪我不仁意了 管家 当铺的老板你认识吧 帮我处理一件事 林小姐 你留步 你留步 怎么了 我有眼不是太山 林小姐 你还是把你那块和天鱼拿回去 现在让我拿回去 我可没钱啊 不是钱的问题 林小姐 你的东西 我可不敢留呀 我还想完毕回照呢 老板 你这翻脸可比翻书还快啊 这帮失业的东西 我要是不动点关系还真无聊 你真以为我一几下没有背景啊 林小姐 刚才刚才的事啊 我诚恳地向你道歉 都是我们的不对 特别是我 态度不好 你大人不计 小人过 那你的意思是 我不用花大价钱就能买下来了 你看你说这话 当然不用了 谁要是要让林小姐花钱 我就走了 如果我记忆力没错的话 这个话应该是你自己说的吧 我的错 我的错 行了 我也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虽然说我婆婆拿这块玉啊 在你这店铺里当了 但是啊 你也知道这块玉的价值 你倒手就能卖个两番百万 但是你却只给了二十万 是是是 这件事呢 都是我们的错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店铺就开始整改 保证啊 以后每一大生意 都保证顾客的利益 好吧 这次就算了 下不为例 你们把这块鱼给我了 我婆婆呢 从你们这里卖了二十万 这些天呀 就当你是给我保管了 给你们二十五万 千万别 林小姐 这些小数钱啊 我们能处理 再说了 我们怎么敢收林小姐您的钱呢 这样 不会太为难你吧 不会不会 怎么会呢 林小姐 你看一下 这就是那块何天玉 当时我们拿到的时候 就发现它价值很大 所以呢 小心翼翼的保管了 现在呢 算是物归原主了 请你检查一下 凤老板 多谢了 您客气了 林小姐 您慢走 林小姐 您慢走 以后有需要的就到他店铺里来拿 哎呀 哎老板 您怎么了 那个人是谁呀 为什么对他态度这么好 咱们背后可是有人啊 哎 你懂个屁 我的生意啊 都是让你们这帮人给带坏的 上面的人都说了 以后咱们再对这个林小姐不敬 以后啊都得吃不了 都得走 你动动脑筋 好好想想 林小姐是什么人 以后他来了 先要通知我 他这个人 只能巴结 不能忤逆 要不然的话 咱们都得困 啊 是是是 老婆 这不就是你那块玉吗 我该不会在大街上随便买个假的来哄我吧 哪能啊 这块玉啊 就是妈卖掉的那块 如果是真的 你是怎么熟回来的呀 这可不是很贵吗 你怎么还有钱呀 我呀 嗯 这不是我卖的那块玉吗 怎么在你这 妈 你看看是初夏那块玉吗 看起来一模一样 可那块玉我卖了20万呢 丁初夏 你是不是在路边买了块假玉来糊弄我儿子 初夏 我妈说的是真的吗 老公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可是 我的傻儿子呀 这你还不明白吗 他指定是假的呀 我早打听过了 要是想把这块玉赎回来啊 至少三倍的价格 三倍的价格呀 别说三倍的价格 这原价 你临初夏也没那么多钱哈 你可好 弄块假玉来糊弄我儿子 我看你啊 我看你啊 对我儿子也不是珍惜 这穷人啊 就是穷人 给 哎 儿子 你好好想想 妈平日里跟你说的那些话 老公 我不会骗你呢 你相信我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咱们家 老婆 我相信你 但 你总得告诉我 这输回预配的钱 你从哪儿来的吧 这 这钱 我一分都没花 什么 一分钱没花 老婆 这可是几百万的东西 你就可以拿回来了 我没有怀疑你的意思啊 但 你真的没有必要骗我吗 老公 你先别生气 我真的没有骗你 其实我 其实什么 又是你那个朋友 对 就是我那个朋友帮我赎回来的 你那个朋友怎么回事啊 这男的还是女的 又是借你两百万 又是帮你赎回预配的 女的 就是平时不怎么联系 有机会啊 介绍你认识认识啊 不是 呃时间不早了 你上班要晚了 去吧 哎老婆 老婆 什么事啊 今天这么高兴啊 你看 这是什么 我发工资了 什么呀 发工资有什么好高兴的 哎呀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什么 什么 这意味着咱们离小康生活 有健康 哦 对啊 哎 那就预祝咱们能早点奔上幸福的小康生活 哎呀 干嘛呢 哎 嗯 啊 挑的什么呢 啊 说你今天又变漂亮了 嗯 这还差不多 哎 儿子 是不是发工资了 是不是发工资了 妈 你又要要钱啊 发生事物说光了 你给我闭嘴 还轮不到你说话 我问我儿子 我问我儿子要点钱怎么了 妈 你又要出去打牌是吗 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 你要再出去打牌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不是的 不是的 儿子 这次不是打牌 是一款保健品 你花一过推荐的 可好了 哎 能延年一数 真的 妈 那些都是骗人的 专门用来骗你们这些老人的钱啊 哎呀 不是的不是的 因为你没在现场 你没看见呀 他们那个对比图 可好了 人吃了都特别年轻 都是假的 你怎么能相信这个呀妈 你懂什么呀 反正我要买 你说 你妈我要是变年轻了 再找个四老头 这家家可是好事呀 这样子 你就不用在外面金丝平和的赚钱了 还得养这个扫把心呢 妈 你都多大岁数了 还想找第二春呢 你就别想了 我是不会给你钱买那个呢 对 没错 哼 不给就不给 我找别人要去 哎 老胡啊 哎 我前两天听你说的那个保健品我也想买呀 哎呀 就是我手里没钱 我儿子也不给都在他那呢 你都不能借我点呀 妈 怎么了 啊 林初夏 抓紧过到上流路来 五分钟不到 别想有好日子过 好 就是呀 妈 林初夏 你们这怎么了呀 让你五分钟到这都几点了 就是不把我话当回事 妈 你们怎么了 哎呀 别管那么多了 一会儿呀 我让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啊 骗子 这家公司的老板他就是个骗子 快点骗子 这家骗子 他们这是怎么了 这家骗子公司说卖那个保健品 让我们吃了越来越年轻 结果给了油肥生素就跑了 就是洗脑术竟然下太底了呗 你说什么 啊 没事没事 姑娘 你有事吗 你要没事给我们一起喊 啊 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呢 咱改天啊 改天啊 好 这伙骗子 康丽保健 这些骗子 你这是买了多少瓶药呀 高朗他也没给你钱啊 哎呀 我这是借了一百万买了十个疗城的 什么 一百万 你又去借高利贷了 你喊什么喊 你还嫌我不够丢人 我没借高利贷 我是从银行贷的 哎呀 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呀 我想要你借高利贷 我想变得年轻点好看点 赚个大款 不是为了养金你们这一家废物啊 那胡阿姨呢 他赔进去了多少钱啊 哎 他呀 没他还多 他买了三年多的 哎 这事啊 你可别给高老说 你胡阿姨啊 已经去找人帮忙了 你就在这里帮忙喊就行了 妈 我都说了 这都是骗人的 你买他干嘛用啊 这买都买了 你这买会不好用吗 没用的东西 你就帮忙喊就行了 大忙帮不上 小忙就还帮不上啊 胡姐 你联系到那个帮忙的人了吗 联系到了 联系到了 我儿媳妇自己开了家公司 认识的人啊多了去了 哎呀 这点小事肯定没问题 哎呀 胡姐 怪不得 你样子买了三年的呀 原来有个有钱的儿媳妇呀 哎呀 你这命啊 就是好 娶了这么个厉害的儿媳妇 你看我家那个 信用没有 也就只能过来喊两手 哎 就是啊 你儿媳妇真厉害啊 胡姐啊 哎呀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对呀 再回我们有救了 胡姐 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这是巨困啊 一定让你儿媳妇先把钱退给我们 哎哎 行吧放行吧 你别会的 还是胡姐这儿媳妇靠谱 你看你找到什么儿媳妇就会喊 这一点 管个屁用 你放心 老板呀 我得让我儿子给他离婚 他根本配不上我儿子 这次一回就来的 可以跟着 我儿媳妇来了 我儿媳妇来了 莉莉你来了啊 看看 这就是我儿媳妇 杨世纪台的总经理 杨丽 哎呀太好了 杨都来了 我们就放心了 哎呀 妈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就被骗了 哎呀 都是妈老糊涂了 莉莉你看这家公司 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 老板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哎莉莉 你认识的大人又多 你得帮妈找找这家公司的老板 让他把钱退给我们呀 康律保健 这也是 你得帮帮我们吧 那他都是我们的缺带先呀 哎 这么可真那么不好忙呀 啊 妈 你们买这保健品的时候 现在没写什么合作呀 合同签了一个 说是什么购买协议啊 不够我看了 没什么问题啊 那坏了 你们这钱呀 是要不回来了 你说什么 怎么要不回来了呢 你签了人家给的协议 这白纸黑字的 你想告都没法告呀 放屁 小平你看你找的什么玩意儿媳妇 哎呀 不好意思 他乱说话的 你要是不等就别乱说话 你是来帮忙的 还是过来帮倒忙的 没事吧 滚回去 丢死人 你一个家庭主妇懂什么 人家羊懂还没说了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呢 买药的时候人家说了 效果不好包脆 就是 我儿媳妇还什么都没说呢 嗯 依依你说 这个事能做吗 妈 各位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 这不是什么大事 我有个亲戚 刚好认识这家机构的老板 我帮你们问问就是了 哎呀 孩子胡觉得儿媳妇厉害 是啊 莉莉 你真是厉害 哎 你还有没有认识其他的富家女啊 给我儿子也介绍一个 哎呦 小平啊 你儿媳妇不就站在你旁边的吗 什么 现在就想找下一个了 哎 我这算什么儿媳妇呀 早晚都得离 还不如趁现在呀 赶快找个更好的 背上 妈 我还在这呢 你在这怎么了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啥事都不如我要 莉莉 莉莉 你赶快给你那个亲戚打个电话 啊 让他帮忙 帮我们的钱给交我回来呀 是啊是啊 快问问快问 行 啊 喂二叔啊 啊 我问你个事儿 你不是跟康丽保健的老板林虎一起吃完饭吗 啊 我这边有个忙 请你帮一下 哎 行行行二叔 我等你答复啊 各位叔叔阿姨 各位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 我二叔认识这家机工的老板 现在已经打电话过去了 一会儿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你们放心吧 妈 这事儿杨丽搞不定的 还是我来帮你搞定吧 你咋子给我闭嘴 你能搞定 你搞定谁啊 就是 你来搞定 你一个家庭主妇 你 你能搞定谁啊你 哎 行了行了 你赶紧回家吧 这里不需要你喊话了 有杨总在啊 我们一定能把要钱拿回来 自己不行才不称论 在这说什么大话啊 是啊 你赶什么东西 你看你那穷三样 连狗都不如 这位小姐 你刚刚说什么 你说这事儿我搞不定 那你能搞得定 来 当着大伙的面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对啊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生费 在这说大话 也不怕大风闪了你的舌头 各位叔叔阿姨 我刚才都已经说过了 你们这签了份 这钱就很难要回来 还是得想别的办法吧 我们当然知道要想办法 你到底有什么好主意啊 妈 是不是如果这件事我解决的好 你就可以接受我了 哼 就凭你啊 解决了再说也不吃 我有一个朋友 或许可以帮上忙 你朋友 我找的可是我亲一二说 杜阿姨 既然你儿媳妇这么不相信我 那行 这事就让她办吧 我先走了 老婆老婆 老婆老婆 小平你儿媳妇什么意思 还要帮我们 不又能给他们帮吗 是啊 我看该走的是他们 就是 我看呀 他是嫉妒我们家历历有本事 哼 但是你在说大话之前 得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重吧 他说大话 杨总 你别走 这事就指望你了 对 该走的是他 林初夏 抓紧给我滚 别带她给我丢人现眼的 明天我就让高朗给你离婚 别想再做我高家儿媳妇 杨总啊 你可别搭理他 他就是个扫把星 他懂什么呀 这种大事呀 还得靠你 我觉得 还是得给林小姐一次机会 不是吗 来林小姐 把你的本事都亮出来 给叔叔阿姨们瞧瞧呗 叔叔阿姨们 你们都想让杨小姐 帮你们解决问题是吧 对呀 不然还整完你们 买了两回包买了刀子去 好 那你们就让杨总牌帮你们解决吧 哈哈哈哈 竟然自己解决不了 他在这装什么呀 还不是记得我们家莉莉有本事 哎 杨总啊 这事啊 你要是能帮阿姨给解决了 阿姨请你吃饭 对对对 我们大家都一起干涉 好好干涉干涉要不 喂陈管家 你帮我查一下 这个康林保健的林虎 骗了我婆婆100万 你帮我处理一下吧 好 你抓紧办了吧 喂 陈管家 您找我 林虎 你搞的那个康毅保健品 是不是骗了很多老人的钱啊 啊 就高价卖了点保健品 哎 一群没背景的老头老太太 没背景 林虎 你知道这次你骗了谁吗 我我我骗了谁了我 哼 骗了谁 你骗了我们家大小姐的婆婆 我不知道我陈管家 我要是知道是林家 你给我十个点我也不敢呀 把这事给我处理的妥妥当当的 否则别怪我们林家 不客气 林家 要得我给他参考你了 叔叔阿姨客气了 走 咱们去找他退钱 女士 请问你有什么事 啊 没什么别的大事 我是来替这些叔叔阿姨们要要钱的 我已经让我二叔跟你们老板林虎联系过了 他一会就会给你们答复 对 他可是骗了我三百万呀 哎呀妈 你那三百万他肯定会第一个退给你的 这个 这个不好意思 退款这件事情 必须得等我们老板亲自下令 我们才能给办 什么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杨氏集团的总经理 你们老板林虎还和我二叔吃饭呢 你觉得我有可能骗你吗 不好意思我没听过 我只认识我们老板 只要他一个电话 我们立刻就能给退款 行你等着 我这就给二叔打电话 喂二叔 我那边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呀 你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林虎是什么人 这事是你能参加的吗 你要是把人家林虎惹急了 我也救不了你 知道人家认识谁吗 什么 认识谁 人家林虎可是认识林家大管家 陈管家 就当吃个哑巴鬼赶紧回去吧 惹到林家 咱们全家都吃不了兜了走 那怎么办二叔 我已经答应他们把钱推给他们了 我看你先用自己的钱给你捕捉这样得了 其他人你把他们干什么 也是 他们被偏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 哎 莉莉 怎么样了 哈利的老板什么时候能过来呀 杨总出马这点小事 还不是非非如如就能解决的 对对对 哎 杨总啊 我跟你婆婆 可是多年的交情了 你得让林总把那钱先推给我呀 我要是说解决不了 这帮老头老太太不得跑活吞了 呃那什么 我二叔刚刚和我说了 李老板在路上临时有些事耽误了 不过他很快就能回来 啊 这马上就中午了 大家伙儿先回去吃饭吧 等回来了以后 李老板一定到了 我还是杨总厉害 胡姐 你儿子找这儿媳妇 真是你家主妇漏青烟了 哎呀 那还不是我家儿子优秀啊 对对对 比小平家男儿媳妇强一千倍强一万倍呢 哎 哎呀 你说提起他我就来气 差点把咱们杨总气走了 差点耽误咱们大事了 第一调 叔叔阿姨 咱们第一调 我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啊 杨总 您确定林老板这是过来了 我这边没有任何消息 嗯 这 哎呀 我们家里里都说了 林老板下午就能到 肯定没问题 对我们就不回去了 待待等吧 妈 咱们先回去吧 下午再来 哎 杨总啊 这别回去了 不就再等一会这事吗 哎 对对对 弟弟啊 妈也不饿 咱们就陪大家在这等一会 哎 可林老板来了 把钱退来了咱们再走啊 哎 真是麻烦 杨总 这林老板怎么还没到啊 这都下午了 这都下午了 不会今天来不了了吧 是啊 你给我们个准信 到底什么时候能退给我们钱啊 你可是答应我们的 要帮我们把这事给拜好的 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呀 哎呀 三百万百分之百能要回来 我给你打猫票 哎 那我们的钱呢 杨总 你可不能不关我们呀 是啊是啊 是啊 这 林老板一定会回来的 一定呢 好 好 知道 林老板来了 哎呀 杨总 不好意思 刚才我说话太冲了 这几钱啊 是啊 是啊 杨总 过后啊 林老板要是给退钱 你可千万 让他先把钱退给我们 对对对 是啊 你可一定要好好把握你的好儿媳妇呀 呵 那是肯定的 呵 这什么情况 二叔 没有了一些灵魂呀 哎 哎 林总 我们不想变年轻了 你不是说效果不好 退我们钱的吗 给我们退钱 我想明白了 我们都七了八十了 年轻不年轻也无所谓了 你退钱 想退钱 从法律程序吧 我们这是正规的保健公司 直走河头的流程 您是多余平阿姨吧 嗯 这里边是您的要欠 为家我的一点歉意 请您务必原谅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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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总 你谢谢你 不要退了你呀 哎 哎 哎 林老板 我从我在这呢 你是不是给错人了 对呀林老板 要退也得先退给我呀 我儿媳妇是杨总 杨丽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林老板 对呀 林老板 那个都是我们养老的钱 你行行好吧 闭嘴 我都说了想退钱 就走法律程序 我说句难听话 你们不是每个人都是杜阿姨的 杜阿姨 你看钱也退给您了 能不能帮我跟林小姐道个歉 林小姐 林小姐 林初夏 林老板 你搞错了吧 这位才是杨总 杨小姐啊 是啊 林老板 我二叔没跟你说好吗 你二叔 你谁呀 我就是杨氏集团的杨丽 既然我二叔都给你打过招呼了 你就把我妈的钱退了就行了 妈 钱既然退了 那咱就回去吧 林初夏 我都找人给你婆婆退了钱了 你就不知道道个谢呀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这么和林小姐说话 林虎 你他妈疯了呀 老娘是杨氏集团的总经理 你竟然敢打我 对呀 你疯了吗 他可是杨总 是啊 李老板 你是不是搞错人了 杨阿姨 这女的千打啊 居然敢侮辱林小姐 这要换成其他人在这 我怕她早就被活活打死了 林小姐 我替你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希望您别介意 哦原来杨丽她是个骗子 哦你个杨丽 牛皮水的小蛋蛋 一点麻都忘了上 林初夏 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不是说就是一个废物家庭主妇吗 废物个屁 人家儿媳妇把钱帮着退了 女儿媳妇能行吗 哎 林初夏 你认识林老板 哦 妈 我大学有一个同学是监督部门的 我刚才不是给她打了个电话吗 估计是她的话管用了吧 啊 这样啊 看来 你这个 扫把心也不是一无师储嘛 妈 你终于肯认我了 小林 你帮帮我们吧 小林 是不是看出来了 还是你最有本事 你要帮忙把我们的钱也给要回来吧 我们这是二十多万是养老的钱呀 你救救我们吧 各位叔叔阿姨 实在是抱歉 我呀 就是个废物家庭主妇 像你们这么天大的忙呀 还是恋情高就吧 你不要太过分了 闭嘴吧你 叫你是个养总 你还真把你自己当成个人物了 还敢对我们小林 大呼小叫的 就是小平 你能不能跟你儿媳妇说说情呀 刚才确实是我们错了 你家儿媳妇 可比胡姐姐那个媳妇强太多了 没生干大事 你刚才可不是这样说的啊 刚才 刚才你怎么不说你儿媳妇 把我们给呼吁成什么样了 点这个废话了 小平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你帮帮忙呗 是啊 你就让小林帮帮我们吧 朱下 你那同学要再打个电话 让林虎呀 把钱都退给大家 我婆婆的话 你没听到吗 对对 我马上退 小平你太厉害了 你说话太管用了 小平你太厉害了 你说话太管用了 多亏了你和你儿媳妇 小平啊 你平时做事太低调了 你家儿媳妇 这么好你还叫她造把星 那我们家儿媳妇算什么 我们家初夏呀 也没啥本事 就是认识管事的人比较多啊 嗯 胡姐 要不要我们家初夏给她同学说一下 把你们家的那个钱也要灵活给退了呀 嗯 初夏呀 妈 那我那三百万怎么办呀 我们家是差那三百万吗 等回头我给你补上就行 装装装什么装 还是小林好 她帮我们要回来钱 你们客气了 既然都是我妈的朋友 肯定得帮大家把钱要回来 时候也不早了 妈咱回去吧 我们走了 慢走 慢走 妈这要回来的钱呀 我已经还给银行了 以后呀 你不要再弄这么多骗人的东西了 要不是因为你没钱 我至于这样吗 别再收了我了